第1041章你们好狠啊 越是靠近武装官 三人心中的警惕之心也就越发地重了起来 鬼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偷袭 抢到鲜果的人脸上 可不会写着我有鲜果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越到后面 抢夺便越是激烈 到最后 恐怕带着个人 就得打上一场 试一试对方手中有没有鲜果 很快 三人来到了这座道馆的大门前 道馆的大门牌匾上 写着金灿灿的三个大字 武装官 大门是红色的 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神秘的符号 林凡等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不过光是一扇大门 便展露出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武装官啊 胡缠智看着这扇大门 也不禁敢开了一句 随后 他走上前 准备推开大门 没想到门却自己缓缓打开了 三人走进武装官中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低矮的房屋 有一条笔直的白色阶梯 直通上面 而阶梯两边 则是一片又一片的房屋 这些房屋足足遍布整座山 不知道这座道馆巅峰的时候 能容纳多少道士 胡缠智开口说道 嗯 林凡微微点头 三人直接走上白色阶梯 往上走去 此时 这座庞大到极点的道馆 有不少人都在里面搜寻着 长着鲜果的庄园 每次开启 都会随机出现在道馆的一处 有可能是偏僻到极点的一个疙瘩 也有可能是在金碧辉煌的大殿前 总之 谁都有可能得到鲜果 只要运气好 率先发现果园 当然 率先得到鲜果 并不等于能够拿走 三人走了好一阵 也才走到白色阶梯的一半 李兄 不妨我看 咱们分头行动 这座寺庙 恐怕屋檐有上千座 胡缠智开口说道 咱们就先说好 若是我们第一个发现果园 得到三颗鲜果 咱们就一人一颗 回头平分 这样自然是最好 林凡微微点头 那好 咱们就分头行动 胡缠智说完 随便找了一条青石铺成的路 走了进去 看着胡缠智的背影消失 林凡和金楚楚则挑了一个和他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 林凡和金楚楚此时走在这座道馆的巷子之中 这座道馆中的道路弯弯拐拐 颇为复杂 走进来后 犹如一座巨大的迷宫 当然 若是直接奔跑在屋檐上 寻找的速度自然是最快 可弊端也很大 目标太容易暴露了 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 不过那十二个解先进的强者 肯定是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至于解决掉贺洪峰的计划 林凡其实也没有太具体的计划 毕竟现在人都还没找到呢 这个地方如此的大 想要找到贺洪峰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更别说到时候会是个什么情况了 林凡和金楚楚正走着 突然 他们走过一个宅院前 突然林凡就愣住了 这宅院门是开着的 里面长着一棵只有五米高的树 这棵树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芒 枝叶也都是紫色 并且树上 还吊着三棵果子 这每棵果子都约是成人拳头大小 晶莹剔透 长着手脚和脑袋 双眼 鼻孔 嘴巴 却像是婴孩一般 正如传说中的人生果一模一样 这 金楚楚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棵树 然后忍不住扭头看向身旁的林凡 说 林凡老大 咱们遇到了 说实话 林凡也有些萌 这特麻 自己运气就这么好 他是想来找贺洪峰的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人生果树 自己这运气 还真是 想到这 林凡冲金楚楚使了个眼色 二人迅速冲到了果树下面 林凡迅速地将三棵果子都从树上摘了下来 摘下果子后 这棵果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了起来 走 林凡对身后的金楚楚说 竟然让人抢先了一步 可惜啊 突然 二人身后转来了一个声音 林凡听到这个声音 瞳孔微微一缩 他回头看去 二人身后的墙壁上 周宗跟贺洪峰并肩站在上面 这二人脸上都带着冰冷之色 林凡脸上带着无语之色 自己这算是运气好 还是运气差 自己想找贺洪峰和仙果 结果一股脑全凑齐了 林凡心里忍不住暗骂 可这算什么破事 好歹别一股脑一起遇上啊 现在遇上 这算是什么事 林凡心中极其无语 妈的 这叫什么事啊 贺洪峰和周宗轻轻地落在了林凡和金楚楚面前 周宗冷着脸 说 两位 仙果这东西 可不是你们二人所能持有的 还是赶紧交出来吧 周宗虽然冷着脸 但心中却也有些激动 贺洪峰也同样如此 这可是三颗仙果啊 虽然这一次贺洪峰是代表正一教来帮全真教抢夺仙果的 但若是能够得到三颗仙果 其中两颗给全真教 他们正一教也能得到一颗 也就能多一位解仙境的强者 想到这贺洪峰心中便有些激动 妈的 这运气也太好了 更何况此时眼前的两人 并不是解仙境强者 看他们戴着面巾 想必是两个七品真人静的散修 林凡沉声说道 两位大长老 好歹给我留一颗吧 留一颗 周宗冷声说道 我们二人能留你们性命 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林凡此时 却不动神色地将三颗仙果都给藏了起来 周宗健眼前这个小子竟然将仙果给藏到自己身上 冷笑了一声 还真是不死心 贺长老 你出手还是我出手 贺洪峰看林凡和金楚楚的目光 仿佛看两只蝼蚁一般 两个七品真人静而已 在他面前 心意便能捏死的家伙罢了 林凡也在想着对策 这时 突然 他感觉到了有好几个强大的气息都在赶来 想到这 林凡运功 逼出一口鲜血 他口中喷出鲜血 倒飞了出去 法力也将自己头发震得散乱 他倒在地上 凄惨无比的大声喊道 周宗 克洪峰 王你们二人是名门正牌的大长老 抢走我的三颗仙果也就罢了 还怕被人知道 想要杀人灭口 你们好狠啊 第1042章这张嘴啊 林凡躺在地上 身上的衣服沾着自己的鲜血 仿佛被人一掌拍飞出去的样子 金楚楚见死 也有样学样 直接倒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 林凡 周宗和赫洪峰对视了一眼 他们也感觉到了 有其他的家伙正在赶来 三道身影出现在了墙上 这三人 正是三个解仙境的散修 他们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看着院子内的情况 随后往周宗和赫洪峰看去 周宗沉声说道 三位 仙果并未在我们二人的手中 依然在这两个小贼的手里 林凡此时红着双眼 声嘶力竭地吼道 周宗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我心辛苦苦修炼到了七品真人境 就指望得到仙果突破 可你 随后林凡急忙看向那三个解仙境的散修 大声地喊道 三位前辈 东西在谁手中 自有公论 周宗污蔑三颗仙果在我这里 我区区一个七品真人境的家伙 也不可能从诸位手中逃走 三位小心 别让他们二人逃走 说完 林凡咬牙切齿地盯着周宗 周宗 贺洪峰 我的不到仙果 你们也别想得到 哈哈 看着林凡的样子 三位解仙境的散修心中也相信了几分 更何况林凡刚才的话也的确有道理 在他们眼中 这二人不过是七品真人境罢了 也难以从他们手中逃走 若东西在周宗和贺洪峰手中 让这俩家伙冲出他们三人的包围之中 反而会麻烦 周宗勃然大怒 他大声吼道 你们是蠢货吗 东西就在这狗贼手中 两位大长老 一个散修就没说道 已是清白 两位不妨让我们三人搜身一番 若是确定你们没有问题 我们自然会严惩这两个家伙 另一个解仙境的散修也说道 两位大长老 你们此行也说了 只要一颗鲜果 大家也都给你们面子 但你们也别贪心过头了 三颗鲜果 可没这么轻易吃下去 特洪峰和周宗气得几乎快要吐血 他们二人完全没有想到 这三人竟然会信了那个小贼的鬼话 当然 林凡之前的话 也的确是有很大的可信度 二人此时对视了一眼 周宗一甩手 搜老夫的身 老夫纵横阴阳界的时候 你们还是无名小卒呢 也敢大言不惭要搜身 别开玩笑了 周宗和贺鸿峰是什么身份 八大势力的大长老 这次进入仙果境地的人之中 就促他们二人的身份最高 让三个散修给搜了身 说出去恐怕的被人笑掉大牙 三位前辈 你们看 他俩怂了 林凡大声地说道 公道自在人心 你闭嘴 一个散修瞪了林凡一样 老老实实给我带着 随后他看向周宗和贺鸿峰 两位 你们这次也说了 只要一颗鲜果 交出另外两颗 咱们脸面上都好过 若是二位还不答应 等会其他人敢来 对我们大家而言 都是麻烦 周宗立声骂道 怎么 老夫刚才的话你们三人没听到 出了没在我们身上 在这两个小贼手中 你们不信 搜他身便知 净楚楚心中咯噔一声 心中漫道糟糕 要是这三个散修来搜 他们身又该怎么办 三个散修也觉得周宗的话有理 三位前辈别信了他的鬼话 林凡急忙说道 在下二人的实力 在诸位手中 插翅难非 难道还能逃了不成 相反 若是前辈派人过来搜我们二人的身 恐怕反而会让周宗和赫洪峰找到机会逃走 林凡顿了顿 他们若是找到机会逃走 他们二人的实力都高于三位前辈 到时候三位前辈想要拦截 可就没机会了 三人顿时有些犹豫起来 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了 林凡看他们犹豫不决的样子 急忙说道 三位前辈 刚才周宗和赫洪峰来取走了三颗鲜果 我俩无意路过 他们二人却想杀人灭口 以他们二人的实力 就算一开始东西在我们手中 难道他们还抢不走 周宗冷声说道 胡言乱语 我们二人刚赶到 东西就被你给拿到了 然后他们三人便赶到 林凡哈哈大笑 指着自己嘴角的鲜血 周宗老贼 你当三位前辈是小孩不成 你有嫌心情打我一掌 就没时间抢走鲜果 林凡冷恒一声 难不成我的伤 还是我自己打得不成 周宗愣了一下 心里暗骂着王八蛋无耻啊 赫洪峰对那三个解先进的强者解释说道 就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此时三个散修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 这赫洪峰难道当我们三人是傻子 我们三人先拿下他们二人再说 一个散修开口说道 这两个七品真人敬的家伙 也不可能从咱们手中逃走 这毕竟是三颗先过啊 他们三人也不可能相信赫洪峰和周宗的一念之词 妈的周宗心里忍不住怒骂了起来 他都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憋屈的感觉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三个混蛋找死是吧 来老夫和赫长老联手 先宰了你们三人再说 周宗也懒得继续解释下去了 一切凭拳头说话便是 他和赫洪峰的实力 都是解先进巅峰 就算这三人联手起来 也难以是他们二人对手 他们也没有将那两个得到三颗鲜果的 七品真人敬的家伙放在眼里 不管是赫洪峰和周宗 还是三个散修 都认为林凡和金楚楚是放着的肥肉 区别只是谁来咬这块肥肉一口罢了 他们几乎是瞬间便交手起来 通龙一声巨响 五个姐先进强者瞬间交战到了一起 巨大的战斗轰鸣声也传出极远 金楚楚看得目瞪口呆 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林凡 林凡老大的这张嘴啊 怎是一个福字能够形容的 让人没想到的是 和洪峰和周宗联手之下 几乎是瞬间就压制住了这三个姐先进强者 第1043章 周宗心里苦 这三个姐先进的散修 其实也是强者 林凡能看得出 这三人中 有一个是姐先进后期的实力 还有两个则是姐先进中期 并且散修能够成为姐先进 可比在大门派中要艰难极多 在大门派内 只要门派内的长老帮忙抢搏到了先果 便能轻易地成为姐先进 而散修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便是通过自身天赋 像林凡和李长安这样 不依靠先果 直接突破成为姐先进 可这样的例子 少之又少 还有一种便是来先果境地之中碰运气了 其中的危险 自然是不言而喻 可周宗和贺洪峰二人 几乎在交手的瞬间 便将这三人给死死地压住了 三人只能勉强自保 根本就没有机会 击败周宗跟贺洪峰二人 这两个老东西实力还真是够恐怖的 精楚楚看到这 摸了摸下巴 心中则是想着 不知道自己和他们其中一个交手 不知道谁胜谁负 林凡老大 趁着他们打起来 要不要开溜 金楚楚小声地问道 林凡则是摇头起来 说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俩要是现在就逃跑的话 那三个姐先进的散修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们难道还看不出问题所在 到时候恐怕反而会弄巧成拙 金楚楚看着双方战斗的越发激烈 有些不安地说道 可这三个姐先进的散修 若不是周宗根和洪峰的对手 只要他们认输 我们二人可就逃不了了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三个姐先进的散修落败 恐怕只是迟早的事罢了 若光是周宗根和洪峰 或者只有三个姐先进的散修 他们二人自然是不拒 但回头这五个家伙如果联手起来 那麻烦可真就大了 通龙 此时五人打斗的鱼泊威力将周围的屋子不断地摧毁 这可是五个姐先进强者大战 一天一天的房屋倒塌成为废墟 没事 这里也不是只有咱们几个人 林凡的嘴角挂起了淡淡的笑容 这五人打起来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法力波动如此大 道馆中的人 岂能察觉不到 正如林凡所说 没过多久 剩下的那个散修便赶到了 这个散修一看眼前的场景 周宗根和洪峰和另外三个散修正在大战 他微微皱起了眉毛 开口问道 周红波 怎么回事 那个姐先进后期的强者回头一看 来的竟然是散修 心中露出喜色 大声喊道 三颗仙果有可能都在周宗根和洪峰手中 他们二人想要独吞三颗仙果 快出手 否则大家都没有份 周红波大声喊道 这个散修目光变化不定 不过随后他开口说道 周宗 贺洪峰 你们二人贵为两派大长老 此行也说了只要一颗仙果 此时却想要独吞是什么意思 赶紧将另外两颗仙果给交出来 这个散修开口说话的时候 又有六个姐先进的强者赶到了 赶到的六人 自然便是南战雄 天机门的金武婿和四大仙族的四个长老 他们刚赶到 便听到了这个散修的话 六人也齐齐朝周宗跟贺洪峰看了过去 不过南战雄很快目光便锁定在了躺在院子中 装作重伤的林凡和金楚楚 他眉毛微微皱了起来 心中暗道不好 他还以为林凡和金楚楚是真的被打伤了 心中也在暗暗琢磨 该怎么帮林凡跟金楚楚脱身 林凡也不动神色地冲南战雄使了个眼色 他所指的 自然是周宗跟贺洪峰的方向 南战雄毕竟做了林凡一段时间的下属 双方之间还是有一定默契的 他此时大声说道 周宗 贺洪峰 你们二人究竟什么意思 周宗和贺洪峰心里可谓是有苦说不出 特麻的 周宗也不敢拖大了 这麻多姐仙境高手在这呢 他急忙辩解 诸位 东西在这两个小嘴手中 我和贺洪峰并未得到鲜果 说着 周宗指着林凡和金楚楚所在的方向 所有人的目光 朝地上的林凡和金楚楚看了过去 林凡大声骂道 周宗老贼 你邪口喷人 明明你已经抢走我身上的鲜果 而且还想将这些鲜果给毒吞 想要将我杀人灭口 诸位前辈高人 你们看看我这口血 就是让周宗给打出来的 我 我 我 周宗此时胸口一闷 他喘着粗气 主要是所有人都狐疑地盯着自己 明明东西没在自己手上 却是解释不清楚 这种感觉 让他憋屈地激进吐血 你要是想要证明自己清白 就让这诸多姐先进强者搜身看看 林凡大声说道 至于你污蔑东西在我手中 我区区一个欺品真人静的小辈 还能在诸多姐先进强者手中逃了不成 林凡心里也是冷笑了起来 因为他能确定 周宗根和洪峰肯定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 若是他们能答应这种条件 刚才那三个散修提出的时候 就会答应了 现在当着另外六大实力的长老面前 就更不可能答应了 开玩笑呢 以他们二人的身份 被众人给搜身 这就等于让他们脱了衣服 在大街上裸奔一圈一样丢人 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 没错 南战雄此时接过了话 他大声说道 周宗 贺洪峰 既然你们二人心里没鬼的话 就让咱们搜身 李找死 周宗冷眼看向了南战雄 说道 你不想活了 敢来掺我的事情 林凡差点没忍住小出声来 周宗不说这句话还好 他这句话说出来后 所有人看他跟贺洪峰的目光都微微地变了 人家南战雄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周宗反应却如此大 反倒是让人感觉他心里有鬼 看着周围这些人的样子 周宗此时有一种 宝宝心里苦 宝宝也想说 但特麻没人性啊 主要是周宗本来就憋着一股气 加上十方丛林如今的处境 南战雄竟然还敢开口这样说 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第1044章在那两个小贼手中 一群人目光怪异地看着周宗跟贺洪峰 周宗长老 我认为南战雄所言没错 这毕竟是三颗鲜果 并非寻常的小事 两位大长老若是不愿意交出来 可别怪我们无情了 天机门的金武序此时竟然也开口说道 金武序会开口 是让林凡没有想到的 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金武序 金武序也表态了之后 独娘子一脸笑容地说道 两位大长老莫非怕被男人摸了身子 若是不嫌弃 小女子来给两位搜身便是 胡闹 周宗深吸了一口气 他和和洪峰对视了一眼 这时 周宗和和洪峰几乎是第一时间变下了决定 二人直接朝着躺在地上的林凡和金楚楚冲来 小贼 拿命来 周宗大声吼道 只要杀死这两个家伙 取出他们手中的三颗鲜果 自然就能证明清白 否则的 今日恐怕难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南战雄心中暗道不好 小心他们二人逃跑 拦住他们 四个散修 加上六大势力 共十个解先进的强者 几乎是瞬间就朝周宗和和洪峰拦去 周宗跟和洪峰杀不杀这两个欺品真人静的家伙 对他们来说并无所谓 他们担心这两人虚晃一枪 表面上是要杀人 可实际上是要找机会逃跑 机会来了 林凡心中暗暗一喜 他冲金楚楚使了个眼神 逃 林凡和金楚楚转身便翻出院子 朝外面逃去 而那十个解先进强者 此时的注意力全都在周宗跟和洪峰身上 根本就没精力去注意这两个无关紧要的家伙 哄 十二个解先进高手 大战了起来 道馆之中 有不少七品真人静的人也赶到了附近 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看到 一大群解先进的强者正在混战 周宗跟和洪峰被十个解先进强者围住后 也是在无办法 他们二人也知道 这样打下去不是一个办法 周宗冲和洪峰看了过去 说 贺长老 这样下去可不行 会让那两个小贼给逃掉的 贺洪峰面色阴沉 冷声说道 那两个小贼最好祈祷别被我给抓住 否则我必要将他们给碎尸万段 他们二人也当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即便在十个解先进的强者联手中 也迟迟没有落败 双方打得激烈万分 强大的法力波动不断轰鸣响起 周宗跟和洪峰其实也是死撑着 他们二人此时也不断地受伤 并且伤势都不算轻 这样继续打下去的话 可不妙啊 此时 那个叫做周洪波的散修开口说道 两位大长老 你们若是再不投降 让我们搜身 继续打下去 你们二人难逃一死 在先搏禁地中的规矩 你们是清楚的 我们联手杀了你们二人 也是没有关系的 毕竟法不择重 出手的六大势力的长老 可都没有留情 甚至不少人心中都暗想 趁此机会将这两个家伙 给解决掉也不错 此消彼长的道理 谁都明白 若是这两个人死在了这里 全真教合正一交的实力 可是会大减的 周宗根和洪峰身上的这些伤势 基本上也都是南战雄 经武序根四大仙族的长老打出来的 反而是四个散修 并未对这两人下杀手 虽然先果禁地之中 的确有规矩 在里面杀了人 不许寻仇 可这两人身份可不一般 是正一教和全真教的大长老啊 这二人要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六大实力的六个长老倒是不用担心 毕竟背后有势力做支撑 加上先果禁地中的规矩 最多是不了了之 但两个大长老的死 总不可能真就这样不明不白 全真教和正一教是会要个结果的 最终恐怕倒霉的还是这四个散修 周宗和赫洪峰贵为大长老 也是聪明之人 哪能看不出此时的局面 周宗心里暗骂 这六个势力的人 简直是王八蛋 想要趁着这个机会将他们二人给除掉 妈的 赫长老 要不然 为了正名清白 让他们搜身 周宗开口了 没办法 他担心等会情况愈演愈烈 双方等会打到都收不了手的话 他们二人必死无疑 他们二人身份尊贵 可没必要因为一颗仙果死在这个鬼地方 赫洪峰的脸上流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的确是无奈啊 要是仅仅因为仙果死在这里 那才真是亏大了 让人搜身 虽然颜面扫地 但总比丢了性命好 这个道理赫洪峰跟周宗还是明白的 周宗此时大声地开口说道 大家都停手 我和赫长老同意搜身 周宗开口后 六大势力的那几个长老 心中都略为有些不甘心 四个散修倒是很迅速地停手了 并且后退 此时 六大势力的这六个长老 也只能是带着可惜停手 毕竟只剩下他们六个人 要是继续打下去 可就摆明了 他们是硬要周宗跟赫洪峰的性命了 现在还能说是因为仙果大打出手 这根真要他们二人性命是两码子是 若是能成功杀死周宗跟赫洪峰还好 可若是杀不死 他们便会有大麻烦 双方停手之后 独娘子脸上带着吟吟笑意 看样子两位大长老是想明白了 早想明白就好了 刚才这一番大战 可是打得小女子吃不消哥 独娘子笑着说道 还请两位大长老配合 说完 他也不客气 上前便在周宗跟赫洪峰身上搜了起来 另外九个姐先进也集中精力地盯着 他们倒不是盯着周宗 而是防备着独娘子 怕这家伙得到鲜果后 转身便逃 搜完后 独娘子眉毛微微皱了起来 他说道 没有 你没有搞错 周宏波脸色一变 他急忙问道 你再搜仔细一点 重新搜一变 周宏波 你别太过分 周宗冷声说道 让搜身一次也就罢了 还想再来一次 这是搜上瘾了 周宏波脸色也是大变 他急忙说道 若是没在两位大长老身上 那岂不是 在那两个小贼的手中 第1045章 心疼李文华 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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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周宏波此时的心情 妈的 这一趟没抢到先果也就不说了 还将周宗跟贺洪蜂王死里给得罪了一遭 陈侯先祖的袁立夫此时则开口说道 周宏波 你这家伙 这样做可不厚道啊 周宗大长老怎么得罪你了 你这样污蔑人家 可不是麻 一旁的毒娘子此时也点头起来 周宏波急忙说道 周大长老 这件事 毕竟是关心果 并且那两个小贼说的根真的是的 加上他们身上那伤 总不能是他们自己给打的吧 周宗沉着脸 你以为呢 若是我出手 他们还能活命 太无耻了 南战雄不动神色地说 我早就说过 周大长老和贺大长老是无辜的 你们却不相信 反而让那两个小贼给逃走了 当真是可惜啊 这马后炮的功力 也确实深厚 南战雄心中 可谓是极其震惊 林凡真是个奇迹少年啊 经过这玩意 能抢到一颗 已经算是奇迹了 他竟然一股脑地抢了三颗 走 千万不能让那两个小贼给逃了 周宏波也注意到 院子中 已经没有了那两个小贼的身影 他心里此时也苦啊 妈的 竟然让这两个家伙给坑了 追 除了周宗和贺洪峰之外 所有姐先进强者瞬间离开了这座院子 他们也不知道那两个小贼究竟往什么方向跑了 反正是四散而去 周宗和贺洪峰二人 脸上却是露出了苦笑 他们现在都身受重伤 毕竟刚才那六个王八蛋是真的想要他们二人的性命 这次仙果我们恐怕没机会了 贺洪峰叹了一口气 现在身上带着重伤 拿什么去和那群王八蛋抢 更主要的是 即便是抢到一颗仙果也是给全真教那边 贺洪峰自然也不想拼命 毕竟自己都受重伤了 回去也算是能有个交代 周宗则沉生说道 贺长老 这颗仙果可是我们两派之间的一个交代 若是就这样放弃 回去了怎么交代 周长老 咱们已经受了重伤 贺洪峰皱眉起来 说道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周宗摇头起来 以你我二人的身份 只要不是刚才那样的情况 这些人敢杀我们吗 这 贺洪峰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咬牙点头起来 好 就依周长老说的办吧 反正都来这里了 还受了重伤 跟着周宗走一遭便是 正如周宗所说 二人其实危险并不大 此时若不去 落下画饼 这一趟也就白跑了 另一边 林凡和金楚楚迅速地在道馆的这些建筑群 小巷中逃走 林凡老大 为什么我们不上屋檐啊 这样逃起来更快 金楚楚奇怪地问道 林凡摇头 目标太显眼了 周宗跟贺洪峰最后一定会服软 面子固然重要 但和性命还是没法比 最后我们依然还是会曝露的 说不定现在那群解先进的王八蛋正在搜查我们呢 上屋顶逃 不是找死吗 听着这些 金楚楚也忍不住 唯唯唯点头起来 他反正啥也不懂 跟着林凡瞎窜便是了 就在二人瞎窜时 突然 前面的路口出现了两道人影 李文华和江池 李文华和江池二人毕竟都是七品真人镜的实力 这一次上山之后 二人便到处搜寻仙果的下落 后来他们听到了那边传来剧烈的打斗动静 便迅速地赶去 想要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倒不是这俩人胆肥 在道馆中的这些七品真人镜 朝周宗等人大战方向赶去的 不在少数 他们很清楚 纯粹论实力来说 想要从一群解先进手中抢到仙果那是吃人说梦 但越是那群解先进的强者打起来 他们越有可能性能够浑水摸鱼 李打野 李文华和江池二人跟林凡金楚楚迎面撞上 怎么是他们金楚楚皱眉起来 急忙看向一旁的林凡 李文华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冷光 他开口说道 好啊 我说过 让你最好别在仙果境地遇到我 我还以为你躲起来了呢 遇到我 算你倒霉 李文华冷声说道 林凡看到李文华和江池的瞬间 也是双眼一亮 遇到我 算你倒霉这句话 林凡也想开口说给李文华听 这是怎样的缘分 竟然还能在这个时候相遇 林凡嘴角忍不住流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文华兄 且慢 林凡看李文华有要对自己动手的迹象 急忙抬起手 说道 在下之前有眼不是泰山 没有认出李兄 后来我打听了一番 得知了李兄的大名 是在下之前唐突了 哼 你以为说这句话就有用吗 李文华脸上露出冷意 他开口说道 你以为我会就这样轻易放过你 静楚楚在一旁有些奇怪的看着林凡 这两个欺品真人静的家伙 直接杀了逃走不就行了吗 还在这里跟他磨叽干啥 静楚楚心中虽然有些困惑 但也没有开口询问 他知道林凡心中肯定有份寸 李文华手中拔出了一柄宝剑 他目光阴冷地盯着林凡 说道 今日你只有死路一条 林凡急忙说道 李兄 在下二人 必然不是你的对手 还请你放我们一条生路 放你们一条生路 李文华冷恒一生 得罪我的人 可没几个活下来的 此时 林凡的双眼中 流露出了犹豫之色 他犹豫好久 才说道 李兄 若是不杀我 我就告诉你仙果的信息 仙果 李文华目光中 流露出了怪异之色 他上下打亮了林凡一番 问你什么意思 李兄没必要再往上面赶去了 那上面一群解仙境的强者 打得昏天黑地 我们也是从那里逃过来的 林凡说道 静楚楚虽然不知道 林凡究竟要干什么 不过他心里已经开始 心疼李文华起来了 很显然 这家伙会被林凡给狠狠地坑一把 第1046章换一 别说这些废话 李文华声音冰冷地说道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难不成你是在等救兵 在那座荒山 进入仙果禁地之前 李文华当然也注意过林凡这边 他知道林凡和金楚楚 还有一个同伴 他心里暗暗嘀咕 难不成这家伙是在 拖延时间 等那个家伙来 到时候三个七品真人进的高手 自己恐怕也难以对付 林凡急忙摇头 在下两人只不过是散修而已 哪能和李兄作对 实不相瞒 说着 林凡还往左右看了一眼 他压低声音说道 我们三人 想到了一颗鲜果 什么 李文华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这还真是让他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沉深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林凡说道 我们那的同伴叫做胡禅志 抢到鲜果后 我们便走散了 但约定好了一个地方会面 若是李兄愿意放我们二人性命 我便将会面的地方告诉你 江池站了出来 他脸上带着警惕之色 说道 鲜果这种东西 你们又岂能轻易让人 林凡脸上露出苦笑之色 他说道 我们二人也是和胡禅志半路上认识的 此时鲜果在他手中 最终我俩能不能有机会分道 还是两说 毕竟抢到的鲜果只有一颗 林凡说完 目光看向李文华和江池 说道 当然 不只是求两位放过我性命这马简单 若是两位得到鲜果 到时候我们二人可要投靠李兄 还希望李兄不计前嫌 李文华心中带着句喜 他急忙点头起来 说道 如果我突破解仙境 自然照拂两位 快说 地址在哪里 从道馆大门出去后 往十点钟方向 走约十公里 有一条小溪 小溪旁有一棵巨石 那里便是我们会面的地方 林凡说道 为表诚意 我们二人将外套 面巾送给二位 两位体型和我们也差不多 装成我们的样子 趁那个胡缠置不注意 一定能杀他个措手不及 让他防不胜防 到时候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动静 鲜果自然能轻易到李兄手中 李文华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上下打亮了林凡一番 倒也算你懂事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将衣服和面巾交出来 是 林凡冲金楚楚使了个眼色 竟楚楚此时也目瞪口呆了起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 林凡竟然是玩这一手 还 还真是厉害啊 移花接木 周宗那群家伙 也就只认得衣物 没看到他们的面容 林凡和金楚楚 将外套和面巾扑下 递给了李文华二人 李文华冷声说道 你们俩记住 我得到先果的事情 不要到外面乱说 否则的话 我可轻饶不了你们 这是自然 林凡半弓着身子 态度极其尊敬 滚吧 李文华骂道 是 林凡和金楚楚急忙 钻进一条小道中离开 李文华将衣服和林凡的面巾穿好 僵持也自然有样学样 李文华冷声嘲讽道 这个李达也还真是够阴险的 为了活命 连自己同伴都出卖 这种小人 刘不得 等出了鲜果禁地 便找机会杀了他 江池开口说道 少爷 那你为何不刚才就杀了他们二人 李文华摇头起来 我刚才也这样想过 可万一打起来闹起动静 将其他人给引过来 这里打也为了活命 若是将鲜果的事情说出来 岂不是就糟了 江池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他唯唯点头 看着自家少爷会考虑这些事情 也是颇为满意 果然来鲜果禁地历练一遍 对他是有成长的啊 李文华此时穿好衣服 戴好面巾后 问怎么样 像不像那个李打也 完美 江池点头 一定能骗过那个胡缠制 江池顿了顿问道 少爷就没想过这家伙说的是假的 李文华一听 黑着脸 他思索了一下 问 万一是假的 我就将那个家伙给找出来碎尸万段 江池呵呵笑了起来 说 去看一看吧 反正走一趟也不吃什么亏 吃这个礼 也不掉一块肉 李文华开心地说 能不开心吗 有机会得到鲜果 成为解仙境级别的强者 这样的事情 他已经期盼了很久很久 而另一边 林凡和金楚楚已经从带着的行李 换了一身完全不同的衣服 然后戴上了面具 林凡老大 你还真是够阴的 你是没看到那的李文华笑得有多开心 回头有他哭的 金楚楚开心地说 不过还是你厉害 这一下咱们就彻底的没麻烦哥 林凡微微点头 也算是运气好 遇到李文华这个没脑袋的家伙 金楚楚奇怪地说 不过跟着他的那个僵持 看起来应该不是蠢货啊 那个僵持就是抱着陪自家少爷来历练的心态 或许在他心里 让李文华被骗一次 也更有好处 若是真的那就自然是更好 毕竟谁能想到换身衣服能带来什么麻烦 也是二人对话的时候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二人前面的路上 是那个叫做周洪波的姐先进后期的强者 她的目光在林凡和金楚楚二人脸上搜寻了一遍后 直接转身离去 朝其他方向迅速离去 果然 是来追杀我们的 林凡压低声音说道 先下山吧 金楚楚小声问 咱们不杀贺洪峰了吗 另外找机会再说吧 林凡微微摇头起来 她说道 贺洪峰那种家伙 也不是说杀就能杀的 而且她的目的并不是杀死贺洪峰 而是要让人认为是周宗解决的 否则即便是杀死贺洪峰也没有意义 这件事的操作难度不小 有机会变杀 没机会就算了 反正三颗心果在自己兜里揣着 也算是不需此行 林凡的心态一向都是颇为不错 要办得兜的是有把握的事 没把握的事 林凡宁愿暂时搁置也不会冒险 第1047章抢劫界的良心 向七大势力逼死自己的事 林凡是不想再来一次了 那一次是自己运气好 由李长安相救 最后还遇到了忠臣 机缘巧合之下去了方寸山 这才能活命 但林凡很清楚 自己运气虽然不错 但总不能每一次冒险都靠着运气吧 生死掌握在命运手中的感觉 可不如掌握在自己手里牢靠 走吧 快点下山 林凡对金楚楚说道 而另一边 李文华和江池此时被一群解先进强者给围在了中间 周洪波等四个散修 袁立夫和独娘子 一共六人 将他们二人给围在中间 目光如同恶狼看绵羊的目光一般 把仙果交出来吧 周洪波目光之中 带着暮色 他双眼中 放着冰冷的血光 仙果 什么仙果 李文华吞了口唾沫 说诸位前辈 咱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李文华和江池瑟瑟瑟发抖地站在中间 妈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 李文华正带着江池美滋滋地往山下赶 去寻找自己的仙果呢 忽然 就被这群解先进的强者给围了起来 李文华有些萌 这特麻是个什么情况 自己也没得罪这么多人吧 装 继续装 周洪波冷横了一声 说道你抢走三颗仙果的事 这麻快就忘了 抢走三颗仙果 李文华浑身一震 看着一群解先进强者 他又想到和自己换了衣服的李达也 这是误会 误会啊 诸位前辈认错了 周洪波说道 你自己吐的血都还在衣服上啊 你认为我们是三岁小孩吗 李文华在唇此时也明白了 李达也那家伙 竟然抢走了三颗仙果 而且还骗自己换了他的衣服 来了一个金蝉脱壳 李达也 李文华大声递吼道 他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事情 心中愤怒可想而知 周洪波脸色也变了 你还敢骂我们 我不是说你大爷 是说李达也 李文华急忙解释 杀了他俩的了 周洪波身旁的一个散修也失去了耐心 他直接出手 李文华和江池急忙出手 想要保命 可在六个解先进的强者手中 他们哪能保住性命 很快 他们二人倒在了血魄之中 六人动作迅速 在他们二人身上搜寻了一番 没找到 没有 六人脸色难看了起来 袁立夫冷恒一声 看样子这两个家伙还有同伙 一定是将东西先交到他们二人的同伙手中了 一个散修忽然说道 进入仙果境地之前 我倒是注意到一个人和这两个家伙称兄道弟 我隐隐听到 那个人好像叫什么胡禅志 胡禅志 哪路人 管他哪路的 先抓住再说 此时的林凡可不知道 自己已经无意中 将胡禅志也给坑了进去 当然 就算林凡知道了 不会如何 甚至心中或许还会有些喜悦 毕竟他总感觉 那的胡禅志也对自己不怀好意 此时的林凡和金楚楚二人 已经从走出了武装观 往光柱的方向赶去 不过二人的速度并不算快 这森林中 可埋伏着不少高手 若是迅速往光柱冲去 不管你身上有没有鲜果 都会遭受到攻击 林凡和金楚楚正走在这条下山的路上 突然 有人打好了一声 先果在这家伙身上 快 林凡和金楚楚被吓得浑身一颤 随后急忙看去 可结果却发现 是三个七品真人镜的高手 正在追杀一个落荒而逃的七品真人镜的人 这四人并没有搭理不远处的林凡和金楚楚 迅速地又消失在了树林之中 妈的 吓我一跳 林凡无语起来 低声咒骂了一声 这群王八蛋 不知道瞎嚷嚷个什么劲 林凡心里默默地为被追杀的那位兄弟默哀了一会 那三个家伙 追得跟个发情的泰迪一样 不知道激动个什么劲 当然 这种情况 在这片森林各个角落都在上演 谁也不知道自己面前的那个人 究竟有没有鲜果 只要是人多是众 反正杀了对方再说 有没有再另说 这些七品真人镜 进入鲜果境地中 都是拼命的 谁也不想错过成为解仙境的机会 林凡和金楚楚正走着呢 忽然 有三个七品真人镜的高手从一旁的草丛中钻了出来 这三人看起来年龄都是四十多岁左右 各自拿着一柄剑 三人目光不善地盯着林凡和金楚楚 两位 老老实实让我们搜身吧 若是没有鲜果 我们便放了你们 这三人显然也是甘蓝路打劫勾当的 林凡冷声说道 搜身 奉劝一句 最好别来找死 周宗和贺洪峰那种大人物要面子 不让搜身是很正常的 至于其他七品真人镜 若是身上没有鲜果 让对方搜身也就搜了 此时听林凡二人不愿意给他们搜身 三人非但没有发怒 反而是一个个脸上流露出了喜色 难道眼前这二人身上有鲜果 领头的人叫宋剑本 和另外两人都是散修 只不过三人关系颇为不错 这次也是近来搏一搏的 宋剑本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激动 兴奋地问林凡 这位朋友 我没听错吧 你确定是不让我们搜身 说完 宋剑本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林凡无语起来 这尼玛 这家伙高兴得得兴 也可让人无语了 哈哈 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不愿意让咱们搜的了 上 把他俩给宰了 宋剑本目光中流露着杀意 两位 我温馨提醒一下 若是有鲜果 最好是老实地教出来 我们三人道义有道 只打劫鲜果 不害人性命 林凡白了这家伙一眼 搞半天 自己还遇到了抢劫界的良心人士了 不过说起来 这宋剑本他们 比之前林凡遇到的那三个发情太敌一样的家伙还是好不少 林凡体内解先进的气势直接释放了出来 道义有道的三位兄弟 还要搜我们的身吗 第1048章周大长老想要如何 这三人站在原地 有些蒙住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眼前的这个人 静 竟然是解先进的强者 这你马是半猪吃老虎啊 宋剑本嘴角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妈的 虽然他也知道 肯定有解先进强者隐藏了身份 在之前天机子统计解先进强者的时候 肯定没有站出来 可却没有想过会让自己遇上 而且自己此时 是在打劫一位解先进的强者 还搜吗 林凡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问道 可可 误会 误会 宋剑本急忙解释说道 这位大人 你瞧我们三人 这也是做点小本买卖 迫于无奈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宋剑本三人 原本一脸凶相地想要上前收拾林凡二人一顿 此时脸上笑得跟向日葵一样灿烂 行了 滚吧 林凡就没说到 林凡并没有对着三人下杀手 虽然他和金楚楚若是想要杀他们三人 肯定是很轻松的 但林凡并不是什么喜欢杀人的那一类人 说到底 进入仙国境地之中 拼命抢过仙国的人 都是迫于无奈的苦命人罢了 特别是这些散修 背后没有势力支持 能够成为七品真人静 其间也不知道历经过多少苦难 宋剑本松了口气 他们这样冲撞得罪了一个解仙境强者 人家能放过他的性命 已经算是运气好了 多谢大人 三人恭敬地说道 说完后 他们三人钻进树林之中便消失不见了 走吧 继续赶路 林凡收起了解仙境的气势 合金楚楚不紧不慢地继续往前面走了起来 这一路上 林凡看到不少人为了抢夺所谓的仙国 拼杀 几乎这样的场景 在各处都在上野 林凡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时 心里都忍不住嘀咕 真不知道这群家伙这麻激动地抢个啥玩意 甚至有时候都让林凡有些质疑 难道真正的仙国在这些人手中 自己手中的三颗仙国是假的 二人距离仙国禁地出口的光柱 也是越来越近 在距离仙国禁地还有五公里左右的时候 林凡开口说道 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吧 我们不现在出去 静楚楚此时开口问道 林凡摇头起来 说道 现在这座禁地的出口恐怕有不少人都敦守着呢 现在想要出去 要成为所有人目标的 那些七品真人静也就罢了 林凡担心恐怕已经有解先进的强者等候在那里了 静楚楚无条件信任林凡 也没再多说什么 二人在一棵直径五米的巨大树木下坐下休息了起来 树林之中颇为安静 只有风声偶尔吹在树叶上沙沙的声音 或者便是突然不知道从哪传来的惨叫声 打沙声 偶尔有人路过 发现了他们二人 林凡便释放出了解先进的气势 这些人也就知难而退了 这一次 五六十个七品真人静的强者 不知道最终能有多少活着离开 林凡微微摇头起来 最终恐怕能活着回去一半 已经可以说是他们幸运了 静楚楚在旁说道 那些解先进的家伙 倒是挺能沉得住气 只要没有出现真的先果 他们是不会拼命的 林凡淡淡地说道 甚至说 即便是真的先果出现 他们最多也就会尽力事一事 但绝不会拼命 他们已经是解先进的强者 先果最多也就是帮门派后辈 徒弟 或者晚辈抢夥 远犯不上赔上自己的性命 这些七品真人静的高手就不同了 得到先果 是他们礼于月龙门的一次机会 只要成为解先进 他们的人生便会完全不同 所以但凡是一个人身上 有可能存在先果 他们便不会轻易放过 说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 左边的树林中 传来了脚步声 林凡和金楚楚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周宗和贺洪峰 这二人看起来有些狼狈 伤痕累累 林凡老大 静楚楚压低声音 急忙提醒 别急 林凡眉毛皱了起来 脑海中也不断思索起对策来 周宗和贺洪峰也注意到了树下的二人 周宗和贺洪峰对视了一眼 却是直接朝林凡跟金楚楚走了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 周宗开口说道 将自己身上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放在地上 说完 周宗身上的解先进巅峰的气势释放了出来 林凡能感觉到 周宗身上的气势并不如他之前巅峰时期那般强 连之前一半都没有 林凡隐隐也能猜到 能让这二人受伤成这样子的 必然是那一群解先进强者 这两个家伙受了重伤 当然 解先进这样的气势 寻常来说 对于七品真人静依然是有威慑力的 更何况二人的身份也摆在这里 虽然林凡和金楚楚戴着面具 周宗跟贺洪峰并不认识这两人 但多半就是七品真人静的实力 周宗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让二人交出身上的东西 事实上 他俩一路走过来都是这样做的 所有的七品真人静的高手 遇到他俩 也都是无条件地将东西拿了出来 林凡目光复杂 声音沙哑地说道 两位 我们并不相识 上来就让我们将身上的东西拿出来 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 过分 周宗愣了一下 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二人竟然会如此说 之前那些七品真人静看到他俩 谁不是瑟瑟发抖 乖乖地将身上的东西给拿了出来 甚至还怕他俩不满意 恨不得将身上的内裤都扯下来给他们看 周宗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他本来心情就不好 之前十个姐先进高手围着揍了一顿 现在竟然连个无名小族都敢这样跟自己说话了 周宗冷声说道 看样子老夫的名声大不如从前了啊 老夫是太久没有杀人了吗 他目光中 充满了杀意和威胁的味道 死死地盯着林凡 林凡也毫不示弱 盯着周宗的目光 说道 周大长老想要如何 第1049章不敢托大 想要如何 周宗声音冰冷到了极点 他也丝毫没有压抑着自己内心之中的愤怒 他脸上的杀意 毫不掩盖地盯着林凡 小家伙 看样子你很年轻啊 没有听说过老夫曾经的威名吧 周宗当初在阴阳界 那可是出了名的杀人狂 在他最年少轻狂的时候 但凡有人和他有一些冲突 他就恨不得杀了别人全家 后来也是因为他成为全真教的长老 要顾及一些影响后 这个性格才慢慢地收敛了起来 但不代表他现在能容忍 这个不长眼睛的家伙 周宗身后的贺洪峰此时也开口说道 周大长老 赶紧解决掉这两个人 你不是还要继续寻找仙果吗 我知道周宗唯唯点头 他正欲要出手将这两个不长眼睛的家伙给解决掉 隐藏在面具之下的林凡 嘴角却是流露出了笑容 突然 林凡出手了 森林之中 一声龙吟响起 吼 一股爆炸的声音 从林凡 周宗等人所在的位置响起 贺洪峰和周宗根本没有想到眼前的家伙会对他们出手 或者说 完全低估了林凡和金楚楚的实力 林凡突然使用苍龙镜出手 完全将他们二人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周宗和贺洪峰接连后退好几步 他们二人都感觉到喉咙之中 发出了欣慰 一口鲜血忍不住从他们两人的口中流了出来 贺洪峰和周宗二人 瞳孔都是瞬间一缩 龙一天 二人齐声喊道 他们认出了林凡所使用的功法 这不就是当初去挑战周宗 并且挑拨全真教何正一交的家伙吗 也算是弄死人玉田的罪魁祸首 没想到竟然是你 贺洪峰脸上却是流露出了喜色 他冷声说道 周长老 这便是害死你们全真教任玉田的罪魁祸首 你这家伙 究竟是何居心 在我们全真教何正一教中间挑拨离箭 周宗冷声说道 林凡冷声说道 想要知道 击败我不就行了 击败你 周宗哈哈冷笑起来 看我今日不杀了你 说完 周宗和贺洪峰直接朝林凡杀去 周宗知道这个龙一天功法强大 现在受伤的状态下 单打独斗 他恐怕难以是这个龙一天的对手 可这不是还有何洪峰吗 他们二人联手 必然能将这龙一天给斩杀 他有这样的自信 可就在这时 坐在树下的另外一个戴着面具的家伙 手中却是出现了一杆长枪 长枪迅速地朝着他们二人刺来 锋利的寒芒 强大的解仙境巅峰的气势 从精楚楚体内散发而出 解仙境巅峰 这一次周宗跟贺洪峰才是真正的震惊了 光是一个龙一天 他们二人联手 自然是能稳稳地将龙一天给吃下 但再加上一个解仙境巅峰强者的话 二人此时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便是逃走 特别是周宗 他是和龙一天亲自交过手的 知道这家伙实力绝对不弱 几乎是瞬间 精楚楚的长枪便朝周宗袭去 林凡也朝贺洪峰袭去 周宗心里暗暗叫苦 妈的 若是能让他在龙一天跟这个解仙境巅峰的强者 重选择一个的话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龙一天 虽然之前他还在心里暗骂龙一天的功法强大 古怪 但周宗也清楚 这个龙一天的境界并不算高 最多也就是解仙境中旗的实力 比起让自己在重伤的状态之下 对付一个解仙境巅峰的家伙 他能想死 刘火口 林凡开口对金楚楚提醒后 便一拳朝前方的贺洪峰轰去 贺洪峰深吸了一口气 虽然是出突然 但贺洪峰这种人物 战斗经验极为丰富充足 贺洪峰丝毫未乱 手中拿着一柄青色长剑 这柄长剑显然也并非凡品 毕竟能够成为正一较大长老武器的宝剑 恐怕已经是七大神剑以下 最顶尖的那一批宝剑 苍龙镜 林凡沉声喊道 他身体之中 棒薄的苍龙镜之力 虎啸般便朝着贺洪峰涌去 贺洪峰之前虽然看过林凡身体之中的龙戏 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家伙实力究竟是什么层次 他也不敢拖大 他此时不知道这个龙一天的深险 加上自己身受重伤 他并没有再要直接进攻的心思 贺洪峰拿着手中的青色长剑 在他身前飞快挥舞起来 一道由他法力所凝聚形成的防卫结界几乎是瞬间形成 这道防卫结界上面 有着复杂的符文 轰 林凡还带着苍龙镜所轰出的一拳 打在了这道防卫结界上 苍龙镜的力道 竟然被这道防卫结界给卸去了个七七八八 林凡脸色为变 他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受了重伤之后的贺洪峰 释放出的一道结界 威力竟也有如此之大 当然 这道结界在林凡的这一拳下 直接被轰得粉碎 贺洪峰却是清楚自己这一道防卫结界有多强大 他不敢小看林凡 拼命灌输法力在这道结界之中 想要打破这道结界 最起码也得是解先进后期的权力一级才对 刚一交手 贺洪峰也将林凡的大概实力给摸了个大概 解先进后期的威力嘛 他心中略为苦涩了起来 自己要是全胜时期的时候 自然是不惧灵凡 可现在 他身受重伤啊 而且贺洪峰目光也往周宗那边瞥了一眼 周宗的情况 比自己可要惨多了 贺洪峰的眼光毒辣 知道龙一天这拳 虽然是有解先进后期的威力 但他的境界 应该还没能达到解先进后期 否则有他这龙族诡异功法的加持之下 威力可不只是这样 他初步估算 龙一天顶多就是解先进中期的实力境界 不管这家伙的功法怎么厉害 好歹只是个解先进中期 但此时 周宗对付的 可是一个实打实的解先进巅峰的强者 而且纳德持枪的神秘强者 恐怕就算是他们全胜时期 也未必能是他的对手 更别说现在二人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了 第一千零五十章还有什么后手 所以 贺洪峰竟然还有点高兴 人吧 或许就是这样 不管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堪 但只要不是最惨的一个 心里总会好受一点 林凡和贺洪峰初一交手 二人便警惕地盯着对方 没有再贸然地朝对方进攻 林凡自然是在等待贺洪峰露出破绽 或者等待金楚楚解决掉周宗后 再二人联手对付贺洪峰 贺洪峰毕竟是正一交的大长老 虽然此时看起来狼狈不堪 但手中必然是握着底牌的 林凡自己最清楚 他不过是解先进出奇罢了 虽然威力强大 但是论其法力的雄厚 解先进出奇和解先进巅峰的差距太大了 双方体内所储存的法力数量 就不是一个量级 简单点地打个比喻 之前贺洪峰跟周宗 大战了一场 身受重伤 却依然能有和林凡二人一战的资本 原因便在于他们体内的法力极其浑厚 并没有达到精疲力尽的地步 而林凡虽然出手的威力强大 但持久作战 远不如他们 就在林凡和贺洪峰对持的时候 周宗这边可是被打得节节败退 金楚楚手中拿着长枪 不断进攻 行云流水 周宗根本就没有机会反攻 和眼前这个解先进巅峰的强者对决 周宗心中也是纳闷的几乎快要吐出血来 妈的 这家伙不管是枪法 速度 还是法力的威力 都完全不逊色于全胜时期的他 当然 若是周宗全胜时期 金楚楚和他谁能胜 还是两说 但现在 最终剩下的 一定是金楚楚 周宗被打得节节败退 想要逃走 可却一直没有机会 这个家伙将自己咬得死死的 但凡周宗有转身逃跑的想法 后背曝露给对方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找死 龙一天 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贺洪峰缠声说道 你们龙族难道是想要和整个阴阳界为敌 挑拨我们和正一较之间的关系 暂且不说 现在竟然还敢对我和周宗下手 林凡声音沙哑地说道 你废话还真是够多的 哈哈 即便我重伤 你也不一定是我对手 贺洪峰淡淡地说道 否则 你岂会不继续朝我进攻 贺洪峰说着 更是威胁道 若是真打下去 以我的底牌 必然会让你万劫不复 死无葬身之地 吹牛逼谁不会 林凡白了贺洪峰一眼 说道 你既然这麻自信 为何不朝我动手 林凡也是福气 这家伙还以为自己是三岁小孩 还想吓自己呢 若贺洪峰真如他所说的这样自信 岂会和他僵持在这里 贺洪峰自然是对林凡这古怪功法 加上他龙族之人的身份颇有顾及 否则 哪会在这里废话如此多 就在双方僵石 金楚楚和周宗大战的时候 忽然间 周围的树林之中 周洪波以及另外三个散修 则是忽然露面了 他们四人看着周宗和一个解仙境巅峰的强者 正在生死对决 心中都惊讶不已 四人也是感觉到了强大的战斗波动 迅速赶来 没想到却会见到眼前的这一幕 见这四人出现 林凡心中顿时一尘 而贺洪峰的心中 则是露出了喜色 现在刚好陷入僵局之中 这四个家伙来得正好 贺洪峰此时朝周洪波四人喊道 周洪波 你们几个家伙还不过来帮忙 只要你们四人出手 帮我们二人解决掉这两个家伙 周洪波皱眉了起来 说 贺洪峰 我们可不是你的手下 虽然心中惊讶 但此时周洪波四人也是带着看热闹的心思 可没有要出手帮忙的想法 贺洪峰面色微微一沉 大声说道 只要你们四人出手帮忙 你们四人便将是我们正义交的恩人 你们应该明白 作为我们正义交恩人的好处 贺洪峰此时所承诺的 可不是他贺洪峰的恩人 而是正义交的恩人 正所谓有恩必报 正义交作为千年大派 但凡是被正义交承认是他们恩人的 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虽然不是正义交的人 但以后只要是他们遇到危险 便可以向正义交求助 且正义交一定会帮他们出手 曾经有一个解先进的散修 便是成为了正义交的恩人 后来他被一个地方势力追杀 这地方势力颇为雄厚 最后正义交出手 把这个地方势力给灭门 并且这个散修死后 他的子女世世代代 都受到正义交的照拂 但凡是有兵点修炼天赋的 正义交都会纳入门中 由门中高手亲自悉心教导 为修炼天赋 正义交便会帮其经商 让他子孙后代向无尽抚分 不过想要成为正义交恩人的资格 可是极高 按理说 必须的是对正义交有大恩 甚至是正义交有灭顶之灾时 有人出手 帮了正义交一把 此时只要出手就能成为正义交恩人 这简直了 周洪波四人 脸上都露出惊讶之色 你说话可算话 周洪波忍不住问道 特洪峰道 我乃正义交大长老 这种事难道还做不了主 更何况 我难不成还敢哄骗四位解先进强者 特洪峰自然明白现在的处境危险 鬼知道周宗能在那个强者手中撑多久 若是周宗落败 那个神秘高手跟龙一天联手对付自己 他还活不活了 特麻 跟自己性命相比 许诺出四个正义交恩人的条件 也不算过分 到时候长教张扬家也一定会理解 周洪波四人心中也激动了起来 的确 贺洪峰绝不敢在这件事上欺骗四人 他们可不是什么所谓的无名小卒 而是四个恐怖的解先进强者 戏耍四个解先进强者这种时候 后果可是会很严重的 上周洪波大声说道 此时 贺洪峰脸上也浮现出了笑容 他目光看向林凡 颇为得意地说道 龙一天 看样子 今天不是我的死骑 而是你的啊 可他却看到龙一天面具下双眼中的不屑之色 他心中唯唯一惊 难道这家伙还有什么后手 第1051张雷电巨蟒 贺洪峰心中带着困惑之色 不管怎么看 眼前的局面已经对龙一天不利了 这家伙双眼中的不屑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啊 现在可是四个解先进强者即将加入战局 局势恐怕瞬间便能扭转过来 到时候龙一天和那个持枪的神秘高手才是死路一条 贺洪峰想不明白 索性也就懒得继续想下去了 不管怎么说 这家伙最后的结果已经注定 周洪波四人可不是什么弱者 就在周洪波四人即将进入战局时 隐藏在面具之下 林凡的嘴角才是真正露出了笑容 这家伙以为突然来四个散修就能活命了吗 未免也太天真了一点 想到这轰隆一声 林凡体内强大的龙气释放了出来 他大声说道 龙族办事 区区几个散修 给老子有多远滚多远 周洪波四人 脑海中原本还在想着 成为正宜教恩人后的种种事情呢 至于这两个戴着面具的解先进强者 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他们加入后 跟周宗和贺洪峰联手 这两人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死路一条 可林凡的话 加上他体内所释放出的金色妖气 这周洪波愣住了 他下意识地就停下了脚步 另外三个散修也是毫不犹豫地就停了下来 他们四人是解先进强者 见识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比拟的 金色的妖气 这不是龙气吗 竟然是龙族 四人可谓是被彻底地震撼住了 虽然距离龙族离开阴阳界 已经好多好多年 但阴阳界中 有关于龙族的传说可不在少数 龙 龙气 一个散修瞳孔一缩 他沉声问道 周兄 这真是龙气 金色的妖气 除了龙气 你还听说过其他妖怪能修炼出这个东西吗 周洪波瞪了这个散修一眼 和洪峰长老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洪波急忙开口说道 成为正义交的恩人 固然是好 以后能得到不少好处 但得到这些好处的前提是活着啊 此时若真是龙族的人在办事 他们敢贸然打搅 回头一旦让龙族得知此事 他们四人岂还能有命在 四人面面向亏 心中确实打起了退堂鼓 赫洪峰也完全没有想到龙一天会来这一手 他心中暗道不好 自己低估了龙族的影响力啊 赫洪峰急忙辩解 说道他不是龙族的人 他 他 他只是妖气变异 妖气的颜色变成了金色而已 而 这沙雕般的话 周洪波等人 能相信吗 而回应赫洪峰的辩识 吼 一声龙吟从林凡的体内响起 林凡目光冰冷地看向周洪波四人 若是你们想要挑战龙族 现在可以出手帮忙试试 但你们最好要有信心能杀得了我 一旦让我逃走 你们所要面对的 就是龙族狂风暴雨般的暴富 林凡的话还没说完 这位龙族的大人 您放心 我们绝不掺和这件事 我们就看看热闹 周洪波四人哪里还有在掺和这破事的想法 他们急忙后退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 一副是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一群王八蛋 赫洪峰心里暗骂 他看这四人不愿意再出手相助 便深吸了一口气 他说道 看样子 今日唯有杀了你这一条路了 说完 赫洪峰手持长剑 直接朝着林凡冲来 赫洪峰大声吼道 天雷助我 天地威能 林凡面色微微一变 让他有些没想到的是 赫洪峰的天地威能 竟然是和南战雄相同的天雷 通龙 天空之上 一道雷电直接轰在了赫洪峰的身上 噼里啪啦 雷电此时汇聚在了赫洪峰的身上 如蛇般的电流 在赫洪峰的身上不断闪烁 奔雷剑法 掌握了天地威能的人 一旦开始使用天地威能 便是拼尽全力了 周洪波四人不敢出手帮忙 也让赫洪峰知道 现在唯一的机会 可不是等下去了 再等下去 周宗被那个神秘的解仙境巅峰高手解决掉后 接下来便是自己的死路 赫洪峰心中清楚 现在自己唯一的机会 便是杀死眼前的龙一天 然后跟周宗联手对付那个高手 劈里啪啦 赫洪峰一箭挥出 他体力的雷电之力 顺着他手中的宝剑 竟然形成了一个雷电组成的巨蟒 这条巨蟒是雷电加上赫洪峰的法力所形成 长有近十米 他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林凡便一口咬来 林凡也不敢大意 他迅速地向后面退去 轰 一声俱响 地面也微微震站了起来 巨蟒撞在地上 地面被他给撞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地面上长着不少绿色的青草 可但凡是这条雷电巨蟒所过之处 所有的青草 都被这巨大的雷电威力 给电得荡然无存 连灰都不剩 林凡见此 心中也越发警惕了起来 要是让这条雷电巨蟒给缠住 强大的电压 自己还不一定能够扛得住 死 赫洪峰挥舞手中的长剑 操控着雷电巨蟒 再次朝林凡袭去 林凡也不和这条雷电巨蟒硬碰硬 他一次次地躲开这只雷电巨蟒的攻击 当然 过程也输为不易 他好几次都差点被这只雷电巨蟒给缠住 显像环升 虽然现在看起来 贺洪峰好色打的林凡几乎还不了手 威风至极 但贺洪峰心中却焦急了起来 现在的局面 情况可并不妙 使用天地威能 所需要消耗的法力可是巨大的 重伤之下的贺洪峰 根本就不能持续地使用太久的时间 若是能迅速解决掉林凡还好说 可现在被林凡僵持住的话 贺洪峰就陷入被动的局面了 再说另一边 周宗跟金楚楚之间的大战 已经渐渐地趋于尾声 周宗此时被打得狼狈至极 毫无还手之力 被金楚楚逼的场景越来越威胁 当然 他早就已经使用上了自己的天地威能 周宗所使用的天地威能 便是能控制脚下的土地之力 也正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是土地之力 才勉强能在金楚楚的手中坚持着马九 第1052张人枪合一 如果不是他的土地之力 恐怕早就已经败在金楚楚手中了 而在不远处抱着看热闹想法的周洪波四人 心中也是不敢感慨了起来 这还真是神仙打架啊 龙族跟正一叫 全真叫兜了起来 周宗此时也忍不住看了一眼 贺洪峰跟林凡那边的战斗 不看还好 这一看却是让他气得不行 周宗心里暗暗骂娘 妈的 自己在这里和这个解仙境巅峰的强者 拼死拼活的大战 好几次都差点死在这个王八蛋的手中 贺洪峰这家伙倒好 竟然在那边玩起来了 在其他人眼中 贺洪峰可不就是在玩麻 所使用的雷电巨蟒 好几次都差点轰中林凡 可偏偏每次都打歪了 一副猫玩老鼠的样子 好像贺洪峰能轻易击败林凡 可就是斗着林凡玩一样 草 周宗心里暗骂一声 这样下去可不行 真会死人的 想到这 周宗目光阴冷了下来 他突然 朝着贺洪峰就冲了过去 静楚楚没有想到周宗竟然会突然冲向贺洪峰 出手阻拦之时 已经来不及了 周宗感到了贺洪峰的身旁 他沉着脸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贺长老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逃走才是 是啊 贺洪峰深吸了一口气 微微点头 虽然嘴上说逃走 可实际操作起来 哪有那么容易 对方的精楚楚和林凡实力都不弱 周宗沉声说道 我倒是有一计 嗯 贺洪峰看向周宗问 周大长老有什么好计策 他说完 耳朵凑过去想要倾听周宗的计划 可没想到周宗却突然出手 一掌拍在了贺洪峰的背上 贺洪峰岂能想过周宗会突然对他出手 猝不及防之下 更是没有任何的防范 他直接被一掌轰得飞向林凡根筋楚楚的方向 贺兄 劳烦你帮忙挡住片刻 周宗深吸了一口气 眼前的局面 自然是死到有不死平道 土盾术 周宗也算是拿出了自己的底牌了 他的土地之力中 便有一项土盾术 虽然可以土盾 但弊端也很大 一旦进入地下 便无法施展防御手段 所以刚才在和金楚楚大战的时候 他也不敢使用 否则 进入地下 没能顿远 被金楚楚追赶找到 可就是死路一条 但只要贺洪峰能给自己突延片刻 自己顿远后 便能顺利地逃离这里 他念完后 地下的泥土 瞬间涌上 漆黑的泥土 将周宗给彻底地覆盖住 然后周宗便钻入了地底之中 消失不见 周宗老贼 赫洪峰红着双眼 大声嘶吼 你竟敢如此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周宗 竟然能如此决绝 林凡凡和金楚楚则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此时的情况 也完全超出了林凡的意料之中 不过随后 林凡却露出了喜色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 此时也目瞪口呆的周洪波四人 乖乖的 虽然此时不是周宗新手杀的贺洪峰 但周宗也是干了类似的事情 林凡的计划 也算是无心插流柳成印 只要周洪波四人将消息给带回去 正一教和全真教之间的关系 能好的了吗 还想跑 金楚楚皱眉起来 想要想办法去追杀周宗 不要追 先杀了贺洪峰再说 林凡对金楚楚说道 是 金楚楚点头 手中的长枪 直接朝贺洪峰攻去 王八蛋 贺洪峰大声骂道 此时 贺洪峰身上的天雷之力 在一次轰鸣闪烁而出 朝金楚楚便袭去 可金楚楚却没有朝其他方向躲闪 反而是迎面直接顶了上去 周洪波四人在不远处 也是吃惊了起来 周洪波忍不住说道 他竟然要硬抗贺洪峰的天雷之力 天地威能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最普通的天地威能 便是金木水活土这一类的能力 比如周宗所使用的土地之力 而天雷之力 则要比土地之力要高上一档 天雷之力是出了名的破坏力 攻击力强 雷电巨蟒几乎是瞬间变形成 朝着金楚楚便疯狂撕咬而去 庞大的雷电之力 所蕴含的力量 仿佛能够吞噬一切东西 金楚楚却丝毫未退 他的双眼中带着好战的光芒 破 金楚楚大声吼道 他手中的长枪闪烁起了无比强烈的光芒 他此时 仿佛和手中的长枪混为一体 枪间 轻易地便撕破了这头雷电巨蟒 什么周洪波四人脸色大变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人枪合一 周洪波忍不住擦了擦眼睛 赫洪峰虽然受伤 但他现在 没有退路 所使用出的雷电之力的威力 可绝不会比他全胜时期逊色 甚至赫洪峰带着拼命的想法 威力更甚也说不定 这个持枪的高手 是解仙境巅峰 但赫洪峰也是解仙境巅峰 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能正面撕破雷电之力 只有一个可能性 这个持枪高手的天地威能 比雷电之力更加强大 周洪波等人也没有看出 金楚楚使用了什么天地威能 于是便只有一个解释了 他的天地威能 便是手中的长枪 武器 便是他的天地威能 天地威能的力量 极其玄妙 并且各种各样 最基础的 便是金木水活土这样的 更高一档的 便是雷电之力 毒气之力等 各种各样怪异的能力都有可能 这和一个人的领悟有关 但先少有人能够领悟出武器的天地威能 若是剑修 领悟了剑的天地威能 便是传说中的人剑合一 而枪也相同 领悟出人枪合一的人 便是掌握了枪的天地威能 要知道 但凡是领悟出人剑合一的人 只要中途不被仇家给杀死 夭折 最终都是能够成为陆地神仙境界的 扑斥一声 金楚楚手中的长枪 心而易举地刺进了贺洪峰的胸膛之中 贺洪峰的眼力 自然也是认出了这一招 他嘴角慢慢地流淌出了鲜血 他脸上流露出了不甘心的苦笑 第1053章贺洪峰大长老呢 贺洪峰低头看了一眼 刺进自己胸膛的长枪 他也能感觉得到 胸膛所传来的剧烈疼痛 这种疼痛 还真是陌生又熟悉 在年轻时 伤口 疼痛这些字眼 是隔三差五就会落在自己身上的 只不过随着自己实力越来越强 在成为正义交的长老后 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受过这麻重的伤了 他脑海中 不禁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事 他是一个孤儿 从小被正义交集养大 每天跟随师兄弟们修炼 当初 他曾立下誓言 要将一生都为正义交奋战到底 他最大的梦想 便是为正义交而战死 那时候他曾想 若是那般死去 也是自己的姓氏 他头发凌乱 看起来整个人都狼狈不堪 赫洪峰脸上露出痛苦的笑容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金楚楚 我曾想过两种死法 一种是寿终正寝 还有一种便是为了正义叫战死 可我却万万没有想过 最终我竟是这种死法 不 不过 能够死在掌握了人枪合一的高手手中 我死得也不算丢人 说完 赫洪峰心脏停止了跳动 喷得一声 他倒在了身后的草坪之中 赫大长老竟然死了 一个散修脸上带着震惊之色 他不禁感慨 不知道龙族跟正义交 全真教之间 究竟有什么仇恨 龙族竟然要杀了他俩 周洪波摇头说道 这种量级的势力斗争 哪是我们这种散修能够揣摩得到的 只不过 周宗那家伙的行径 也太过不齿了 即便是战死在这里 也会受人尊敬 利用这番方法逃走 呵呵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万一这两个龙族的家伙 想要灭口的话 反倒是麻烦了 一个散修开口提醒 嗯 走 周洪波点头 之前他们四人敢留下来看热闹 完全是出于好奇 现在热闹也看完了 加上对方竟然是掌握了 人枪合一的解仙境巅峰的高手 若是留下 对方动了杀星 他们反倒是麻烦 想到这 他们迅速逃走 他们也是多虑了 林凡怎么可能杀他们呢 开玩笑呢 林凡还指望着他们将周宗 因了贺洪峰的消息传回阴阳界呢 林凡此时看着贺洪峰的尸体 内心却是异常平静 并没有什么波澜 他倒也算是枭雄人物 林凡说道 静楚楚回头看了过来 问 林凡老大 咱们现在怎么做 收拾一下 找个地方休息 然后离开仙果境地 林凡说 嗯 静楚楚点头起来 此时 仙果境地之中 各种各样抢夺仙果的战斗 在各个地方正在不断地上演 当然 不管是他们怎么拼命 打杀 等抢到仙果才是真有鬼了 而真正抢到三颗仙果的林凡跟 金楚楚 此时则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休息着 终于 距离光柱消失的时间 也越来越近 还有距离十分钟左右 光柱便即将消失 林凡和金楚楚倒也没有墨迹 直接往光柱的方向赶去 来到光柱前 十几个七品真人镜的高手正在混战 这混战也颇为有意思 这十几个七品真人镜的家伙 站成一团 打成一片 嗨得不行 但凡是有其他人想要靠近光柱 这十几个人立马集体停手 瞬间 一群人又冲上去 将想要靠近光柱的家伙 给强行拉入战局 所以 战局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十几个七品真人镜的高手混战 就算是解先进的强者 也不敢轻易靠近加入战局 稍有不慎 便有可能会死在这群家伙的手中 他们可不敢大意 一群家伙战斗得极其激烈 他们仿佛认为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鲜果一样 这群家伙疯了 竟楚楚忍不住小声嘀咕了起来 林凡淡淡地说道 他们身上都没有鲜果 只要出了鲜果境地 就不能再出手抢夺 他们这时自然是要拼命的 否则就又得等上六年 都特麻给我助手 六大派的解先进强者和周洪波等四个散修 十个解先进强者一同露面了 他们十人都未能抢到鲜果 六大派的这六个解先进强者自然就不用多说了 他们本来也就是进来是一事 能够抢到鲜果 自然是好事 抢不到 门派那边也不会给什么惩罚 而周洪波他们四个散修也差不多如此 得到鲜果 便算是姓氏 没有得到 他们也不会强求 这十个解先进强者一露面 瞬间 原本打成一团的那些欺品真人静的高手 集体往一旁躲开 他们可不敢拦这群人的路 十个解先进强者 直接进入光柱中消失不见 走 林凡冲惊楚楚使了个眼神 他们二人身上 也散发出了解先进实力的气魄 朝光柱走去 从林之中 又陆续出现两个解先进强者 这两个解先进强者恐怕便是隐秘在这些欺品真人静高手之中的强者了 林凡 金楚楚走进光柱中后 刹那间他和金楚楚便出现在了之前的那一座荒山山顶 林凡看了一眼山顶 此时 周围有着八大势力联手组成的四百多个高手正戒备着呢 他们的职责便是维持秩序 怕那些得到鲜果的人出来后 继续遭受围攻 林凡也看到了不远处的周宗 周宗身体虚弱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休息 此时周宗的双眼 也死死地盯着林凡和金楚楚 他暗暗咬牙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陆陆续续的也有不少七品真人静的高手从这道光柱中逃了出来 林凡目光看去 这些七品真人静的高手多多少少身上都带有伤痕 终于光柱渐渐消失了 出来的七品真人静高手恐怕也就只有三十人左右 这一次有一半左右的七品真人静都死在了这座鲜果境地之中 贺洪峰大长老呢 此时不知道是谁率先开口问了一句 对啊 贺洪峰大长老怎么没出来 难不成他出事了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是震惊了起来 第1054章时事求是 在场所有人都交头接耳的低声讨论了起来 贺洪峰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而是正一叫赫赫有名的大长老 在地仙境强者无法进入仙果境地的情况下 贺洪峰那种解仙境巅峰的强者 几乎是不可能死的 就算是有其他的解仙境巅峰的强者进入其中 也得考虑贺洪峰的强大权势吧 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跟贺洪峰作对的 周宗长老怎么回事 此时四百多人之中的那些正一叫弟子 齐齐看向了周宗 这些正一叫弟子族有五十余人 他们目光略带焦急地看着周宗 周宗面色一沉 他大手一指 指着林凡和金楚楚所在的方向 大声地说道 我和贺大长老二人此前已经准备离开仙果境地 结果却遭受到了这两个人的进攻 最后我侥幸逃脱 可贺洪峰长老却死在了他们二人的手中 周宗的话一说完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戴着面具的二人 他们的脸上都戴着震惊之色 他们心中忍不住想着 这俩人胆也特肥了吧 竟然敢杀贺洪峰 贺洪峰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他俩杀了贺洪峰 正一叫恐怕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报复 杀死他们 这两人究竟是什么人啊 竟然敢杀贺洪峰长老 所有人都低声议论了起来 那五十多个正一交的弟子 目光不善地向林凡跟金楚楚看了过来 并且不动神色地慢慢往林凡和金楚楚走来 他们渐渐地形成了一股包围之势 林凡站在原地 声音平静地说道 八大势力不是立下了规矩吗 只要发生在仙薄境地之中的恩怨 都不会追究 怎么 现在却是想找我麻烦了 这五十个正一交弟子 顿时有些犹豫了起来 规矩是八大势力一起立的 他们若是对林凡出手 可就是坏了规矩 更何况 他们最开始想要包围攻击林凡 也只是因为出文贺大长老死讯的恶耗 下意识地想要对林凡动手 可仔细一想 这两个家伙可是能杀得了贺洪峰的高手 真要打起来 他们能是对手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此时传出贺洪峰的死讯 若是他们五十多人 一点也不表示一下 回头又该怎么向门派那边交差 可是打起来的话 既违反了规矩 恐怕还打不过对方 这倒是让这五十多个正义叫弟子犯了难 毕竟他们现在群龙无首 也没人拿主意 他们之中 倒是有几个在其他弟子心中颇有微信的人 但他们并没有站出来 不管怎么看 眼前的情况都是一个烂摊子 这件事不管怎么处理 最后都落不到一个好 天机子门主 请您说几句话吧 我们正义交的贺洪峰大长老 总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 正义交的众多弟子 目光齐齐朝着天机子看了过去 天机子眉毛微微皱着 却也是有些犯了难 让他拿主意 天机子从内心来说 自然是不想站出来 但他又是这一次的领导者 更是在场的人之中 身份地位最高的人 天机子慢慢地向前走了两步 他目光看向林凡和金楚楚 陈生说道 两位究竟是什么身份 不知道为何要杀了贺洪峰长老 怎么 林凡大声地说道 八大势力制定的规矩都是放屁吗 说了先果禁地之中 杀人 发生恩怨 事后都不许追究 这一次 死在里面的散修 其他门派的高手 可不在少数 怎么 他们能死 正一交的长老就不能死 林凡颇为聪明 他并没有在和洪峰的死上面去纠缠 反而直接扯起了大旗 他这话直接吃死了对方 若是对方继续想要在这件事上找自己的麻烦 让天下人怎么看八大势力 天机子深吸了一口气 想要继续开口说话 林凡则直接指着周宗 说起来 要是没有周宗长老帮一把 我们二人 可还杀不了贺洪峰长老呢 胡言乱语 周宗有些激动 直接从木椅上站了起来 他指着林凡 陈生说道 你可别在这里邪口喷人 我可不是瞎说 而是有人正亲眼看在眼里呢 林凡说完 目光则落在了周洪波那四个散修的身上 糟糕了 周洪波心中一沉 他却是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扯进这件事情里面来 周宗脸上带着威胁之色 目光死死地盯着周洪波 陈生说道 周洪波 你可给我想清楚了再说话 老夫纵横阴阳界多年 不知道多少人想要坑害老夫 可他们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啊 这威胁的意味十足 在场的人都胡疑地看着周宗 心中有些奇怪 这一次赫洪峰进入仙果境地 可是为了帮助全真教得到仙果 不管怎么看 周宗都没有什么理由去对付赫洪峰啊 林凡微微鼓掌了起来 周宗长老就是威风 即便是这么多人在场 你都能威胁人证 在下颇为佩服 随后 林凡看向周洪波四人 说道 我身后的势力跟全真教 你们自己选一个 你们看哪个更好对付一点 你能威胁 难道我就不能 周洪波四人 脸色都有些苍白 这件事情可谓是闹大了啊 他们心情都极为沉重 一边是全真教 一边是龙族 都不是四人能够得罪的庞大势力 可 可非要选一个的话 不管怎么看 龙族都比全真教要更强几分才对 周洪波深吸了一口气 此时大声地说道 诸位 在下并无偏袒哪一方的意思 两位都是我的罪不起的人 所以我便实事求是的将事情经过说出来 之前我们四人在仙果禁地中 发现了有解先进高手打斗的波动 赶去查看情况 周宗跟贺洪峰两位长老 正和他们二人战斗 周宗长老跟贺洪峰长老二人之前便受了重伤 不是他们二人的对手 最后周宗长老为了逃走 赢了贺洪峰长老一把 第1055章别来无恙啊 灵店主 顿时现场一片哗然 什么真是周宗把贺洪峰给赢了 这不会是周洪波在说谎吧 你扯淡呢 周洪波敢说这种给自己找麻烦的谎话吗 在场的人全都震惊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周洪波 原因也很简单 周洪波说出来的话 是有可信度的 他毕竟是解先进后期的强者 在阴阳界中 也是有一定名声的 若是一个无名小卒站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恐怕不会有几个人相信 周宗漫漫地捏紧了拳头 目光之中 仿佛要喷出火光一般 他沉生说道 周洪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找死是不是 周宗长老 在下得罪不起您 更得罪不起那位叫龙一天的人 只能是实话实说 周洪波脸上也是无奈之色 他说道 若我故意坑害你 你要找我麻烦 我当然是无话可说 但我此时所说的句句属实 周宗你也别太过分 周洪波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兔子惹急了 还要人呢 更何况我们四人 周洪波这四个散修 此时已经隐隐地站在一起了 他们四人明白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回头要是周宗报复 他们落单的话 都会有大麻烦 周宗看着那四个解先进强者 却是冷静下来了几分 这四个家伙可不是什么弱者 把他们惹急了拼命的话 自己也讨不到什么好 天机子双眼眯了起来 他缓缓看向周宗 问道周大长老 他们所说的是事实吗 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周宗继续否认 有用吗 周宗此时只能是辩解道 我和和兄关系深厚 我和他被杀得毫无退路时 和兄让我先跑 他留下来阻敌 林凡冷恒一声 笑着问道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是你给了贺洪峰一掌吧 要是没你这一掌 我们想要杀死贺洪峰 可要多费不少劲呢 在这里 我倒是要感谢周宗长老一下 周宗嘴角忍不住 微微抽搐了起来 这个王八蛋 他深吸了一口气 面色难看 但却也没有再说什么话 周宗当然也不会指望 自己所说的辩解 会有人相信 只是让自己的面子 好看一点罢了 按照规矩 正一教不许光明正大的寻仇 天机子此时也开口下了决断 当然 天机子话中显然也是留有余地 不许光明正大的寻仇 此底下寻仇 却是没有问题的 周宗 你个狗贼 竟然坑害我们贺洪峰大长老 此时 这些正一教弟子气愤的大骂了起来 他们当然也不想得罪周宗 但大长老都特骂死了 回去之后 门内要是知道他们这群家伙 得知贺洪峰的死讯后 什么都没做的话 岂不是得爱一顿骂 更何况 现在他们骂周宗 也是底气十足 谁让周宗自己做事不厚道 还坑了贺洪峰呢 周宗听着这些正一教弟子的大骂 沉着脸 确实没有开口 和这些正一教弟子当着如此多人 像泼妇一样对骂 且先不说周宗站不站立 反正他丢不起那个人 如果是平时 人群之中的全真教弟子 恐怕早就跳出来 不甘示弱的和正一交的这群家伙 开展骂战了 但现在 全真教的这些弟子一个个低着头 选择性失聪 他们也很无奈啊 可他们能怎么办 鲜果禁地已经结束 虽然不知道是谁得到了鲜果 但老夫在这里恭喜得到鲜果的几位 天机子此时开口了 说道 大家上车 都散了吧 说完 之前送众人过来的那些越野车 也都开到了众人身前 林凡好奇地看了一眼人群之中 却是没能找到胡缠制的踪影 看样子那个家伙也死在了鲜果禁地之中 还真是够不走运的 的确 胡缠制死在了鲜果禁地之中 可胡缠制变相的算是被林凡给坑死的 之前拦住了李文华和江池的那六个姐仙境强者 认为鲜果在胡缠制的手中 找到胡缠制 让他交出东西 胡缠制当然是没有鲜果 就这样 胡缠制稀里糊涂地就被那六个姐仙境强者给杀了 林凡对此当然也不知情 他和金楚楚走到了一辆越野车上后 车队缓缓朝前面行驶了起来 不过林凡这辆车 却在所有车开走后 依然停在原地 怎么回事 林凡皱眉起来 心中正在奇怪时 突然 副驾驶的位置被人给拉开了车门 天机子脸上带着怪异的笑容坐上车 开车吧 天机子对开车的司机说道 是 门主 这个司机点头起来 车子跟上了车队 两位 天机子回过头 笑容满面地盯着林凡 说道 别来无恙啊 林店主 林凡眉毛微微皱了一下 不过他在之前便已经隐隐有天机子发现自己的怀疑 所以他也并不算吃惊 难不成林店主喜欢戴着面具 到这时都不肯以争面容世人 天机子淡淡地问道 林凡听闻 摘下了戴着的面具 露出了真容 他看着天机子 说道 天机子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的 我其实也有些奇怪啊 一个人 究竟为什么能起死回生呢 天机子目光死死地盯着林凡的脸 天机子说道 你在一年前 本命非箭被破后 我算过你的命格 可却算不到你的任何信息 我算不出的只有三种情况 第一 便是死人 人死之后 便在无命格之说 第二 便是游离在三界六道之外的僵尸 第三 则是其他世界的人 天机子好奇地对林凡问道 或者说 你去了某个地方 能够让天地都察觉不到你存在的地方 既然你已经认为我死了 为何又突然知道我还活着 天机子眯着双眼 因为任玉田的死导致了全真教和正一教 差点大战一场 我自然要算上一挂搞清楚 可前前后后一算 却是惊讶地发现 那个龙一天的命格 和你一模一样 第1056章不算是全知全能 听着天机子的话 林凡心中却是有些无奈 看样子之前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天机子是真的会补挂之术 林凡心中颇为无奈 妈的 和这种会补挂之术的变态作战 还真是够伤脑筋的 毕竟自己想要干什么 对方全都知道 这还打个屁啊 直接投降得了 想着这些 林凡不动神色地问道 天机子 既然补挂之术如此神奇 那难道就没有什么规避之法 天机子笑了一下 说 想套我的话 小子 规避补挂之术的办法 很少很少 但补挂之术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算比自己境界高的人 是很难的 天机子说道 就比如我 能算出解仙境之人的命格 已经是极限了 并且越强的人 我所算出的东西就越是模糊 比如解仙境巅峰的强者 能让我得到的信息 便少之又少 天机子顿了顿 指着林凡身旁的金楚楚 又或者这个小丫头 我完全算不到她的命格 而 林凡听到天机子的话 倒是稍微一愣 问 这是什么意思 她不是僵尸 也不是死人 唯一的解释便是 她是其他世界中的人 天机子说道 此时 坐在林凡身旁的金楚楚 倒是微微点头 我的确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 林凡皱眉起来 看着天机子 你不会来找我 就是为了给我说这麻多东西吧 而且按理说 你不应该会这么有闲心情 来给我说如此多的废话啊 天机子嘴角挂起笑容 说道 你为何不问 我既然知道你还活着 为什么还不像其他事里说一声 只要我动一动嘴皮子 你恐怕难以在阴阳界诸多强者手中活命 林凡不动神色地说道 没必要 你不说出我的行踪 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我对你有用 你有什么地方 需要让我帮忙 或者其他原因 道士聪明 天机子微微点头 他笑了起来 那么 有没有兴趣帮我办点事情 没兴趣 林凡毫不犹豫地就开口拒绝了 开玩笑呢 林凡擅长坑人 可不喜欢被人坑 他可不喜欢和天机子这样什么都能算到的家伙打交道 到时候天机子若是要坑他 林凡不知不觉中 就会被天机子给带进坑里的 天机子笑着说 可我算过一挂 你最后肯定会答应下来 相信我 林凡奇怪地问 我确实不太明白 你为何会有这样的自信 天机子说道 你应该再寻找七大神剑吧 我知道两柄七大神剑的下落 而林凡愣了一下 这他倒是忘了 林凡急忙说道 神剑山庄的那柄剑 可不算数的 天机子呵呵笑道 这是当然 说说看你要我帮的事吧 当然 我可不一定真就会帮你 天机子笑了一下 缓缓说道 林凡 说起来 我们之间并不算是敌人 是吗 林凡反问道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当初逼死我的人之中 便有天机子你吧 说着 林凡的目光之中 也流露出了恨意 当初被七大师立给联手逼死的场景 历历在目 这种仇恨 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化解的 我明白 天机子微微点头 但我命不久已 用不着你杀 更何况 你想要以一己之力 对付这麻多庞大势力 几乎是不可能的 天机门会成为你的一个助力 林凡奇怪地看着天机子 开口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天机门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助力 正义教 全真教 四大先祖 当然 包括曾经的十方丛林 都无时无刻不想灭了天机门 天机子缓缓地说道 每一代门主死时 便是天机门最大危机的时刻 所以我想让你帮天机门跨过这一个难关 因为你们天机门会算命 所以被其他势力给忌惮 林凡奇怪地问道 天机子摇头 错了 因为我们天机门中 猝之不尽的情报 消息 整个阴阳界中 大事小事 杂事所事 一百件事 我们天机门中 便清楚其中的九十件 听着天机子的话 林凡不禁一愣 他不敢置信地盯着天机子 这 天机门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他突然也明白了 为什么天机门山门中 只有好几百人 可却能位列八大势力之一 掌握如此多人的秘密 天机门想要对付谁 简直是太轻松了 这种恐怖到极致的关系网 简直是 林凡皱眉起来说 既然如此 其他势力还想对付你们天机门 他们就不怕自己的秘密 被你们天机门给爆出来 天机子淡淡地说道 他们并不仅仅是要毁灭天机门 而是想要掌握天机门中 千年布局下来的情报系统 谁若是得到了我手中的情报系统 加上他们手中的视力 会有什么效果 你很清楚吧 听着这些 林凡则是说道 我只能是偷偷摸摸地搞点小动作 帮天机门跨过难关 天机子 你还真是高看我了 开什么玩笑 林凡可不想掺和这种迫事 更何况当初逼死自己的人中 天机门也是有份的 他们自己斗起来 也是狗咬狗 对林凡而言 也是好事一桩 天机子则是说道 你的能耐可不小 这一次杀了贺洪峰 恐怕全真教 正一教之间 真的会开战了 听着天机子的话 林凡顿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他盯着天机子问 你早就算到了这些 知道我进入仙果境地中之后 会杀了贺洪峰 天机子脸上浮现着淡淡的笑意 他说道 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 我之前便说过 解仙境巅峰的命格 我所算出来的 都是很模糊的东西 我之所以放你进去 只是不想为难你 促成这一次的谈话罢了 听到这 林凡心中却是稍微松了一口气 最起码天机子也不算是全知全能 第1057章合作愉快 最起码也有他算不出的事情 这也算是好消息 虽然现在看来 天机子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恶意 但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成为敌人呢 天机子脸上带着好奇之色 问道 怎么样 条件我已经开出来了 七大神剑中 其中两柄的下落 如何 林凡淡淡的开口说道 天机门主 既然你会不挂之数 为何不算一算 我是否会答应 天机子微微摇头了起来 他看着林凡的双眼 道 这世上 最难以琢磨的 便是人心 我之前算出了你会答应我 但是不挂之数 一直以来都充满变数 林凡沉默了片刻 这才开口道 既然天机门主已经找上我 那么我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从我个人来讲 自然是不想掺和尽你跟其他势力之间的恩怨 但你这种人 应该很少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也就是说 你明白我会答应 你现在跟我谈这么多 只不过是讨价还价罢了 天机子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林凡会说出这番话来 的确 此行 天机子是一定会让林凡答应帮自己的 事关天机门传承大业 不容许有任何差池 毋庸置疑 既然自己找来了 那么一定会让林凡答应的 林凡笑着说 所以咱们也别说那些虚的东西 其他的事还好 让我帮天机门对付其他势力 这界 可不仅仅是两柄七大神剑的所在地 这么简单哥 如果是两柄七大神剑 倒是可以谈谈 这是要做地起架啊 天机子皱眉 林凡 你不也是要对付七大势力吗 咱们双方联手 对你也更为有利 挨 打住 林凡抬起手 说道 这是一马归一马 我对付这些势力归我对付 要说起来 我还要对付你们天机门呢 对吧 更何况我拖得起 等你死了 七大势力解决掉天机门 我再出来慢慢开始谋划 也少你们天机门一个敌人 静楚楚心里忍不住暗笑了起来 林凡老大这是要失责大开口啊 天机子沉生说道 林凡 你可别太过分 要是我将你还活着的事情说出来 各个势力追杀你 林凡满不在乎的说 你可以试试啊 这些势力追杀我 我打不过 大不了逃去魔族那边 我师父现在可还是魔族统帅呢 更何况 周宗因了贺洪峰一把 导致贺洪峰死在了我们二人手中 全真教跟正义交的矛盾 已经不可调和 你就偷着了吧 最起码全真教和正义教段时间内 是疼不出手来对付你们天机门了 如果你将我还活着的消息爆出来 我跟他们两派本就有仇 加上用龙一天的身份 多次戏耍 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到时候 恐怕他们两派还得握手言和 吃亏的还是你们天机门 天机子盈盈感觉有些不妙 妈的 明明局面是自己吃定了林凡 怎么搞到现在 仿佛自己被这个林凡给吃得死死的了 林凡说道 天机门主 你还是给个痛快话 究竟给我什么好处 以及要让我做些什么吧 天机子深吸了一口气 说 你想要什么好处 林凡试探着说道 我需要天机门帮我找到七大神剑之中的良柄 反正是施则大开口 先说了再说 万一天机子答应下来了呢 天机子摇头了起来 不可能 七大神剑并非凡物 我最多只能提供你这良柄神剑的下落 那就没得谈歌 林凡耸了耸肩 天机子嘴角抄了一下 这个王八蛋 天机子心里自然清楚林凡是在施则大开口 或许林凡的目的并不是得到七大神剑之中的良柄 只是纯粹的胡乱要价罢了 天机子思索了一阵后 说道七大神剑之外 我还可以提供给你只要天机门内有的所有情报消息 或者你想打听任何事情 都可以启用我们天机门的情报系统 这已经是极限了 天机子说道 林凡一听 心中倒是有些惊讶 没有想到天机子竟然会拿出天机门的情报系统供自己使用来作为条件 这还真是够丰厚的啊 林凡也动心了 也明白 这恐怕是天机子的极限了 使用极限呢 林凡询问道 只要你不和我们天机门为敌 便可以一直使用下去 天机子说道 当然 你想要用我们天机门的系统 用来对付我们天机门 也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你想要让我做什么事 林凡问 天机子说道 在我们天机门出事时 你出手帮上一把 就这麻简单 林凡思索了起来 虽然要帮天机门的事情 说起来好像的确是颇为简单 可到时候天机门所要面对的 可是其他的那些大事例啊 林凡问道 你还能活多久 最多半年 天机子沉生说道 这麻快 林凡稍微一愣 他略为犹豫了起来 成交 林凡此时也点头了起来 没办法 七大神剑的消息 其实倒还是其次 最吸引林凡的 还是能够使用天机门情报系统的这个条件 自己看样子 只能是在天机子死前 尽力地突破到解先进中期 按林凡的估算 若自己达到解先进中期 恐怕也不会轻易败在解先进巅峰的强者手中 那时 自己在阴阳界中 也才算是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既然如此 那么合作愉快 天机子伸出了手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嗯 随后 天机子直接将关于另外两柄七大神剑的消息告诉了林凡 车队到达黄土镇时 已经是凌晨四点 整个黄土镇中 都异常安静 安静的只有车队引擎轰鸣的声音 林凡和金楚楚并没有留在黄土镇中过夜 而是连夜的找到了自己所租的车辆 带着金楚楚 直接开车离开了这个地方 深夜戈壁上的公路 林凡开着车 和金楚楚一同迅速的离去 第1058章一命抵一命 像林凡这样连夜离去的人 倒也不在少数 当然 也有一些人 颇为疲惫 便留下休息一夜在行离开 天机子带着一些新妇手下 来到了黄土镇中的一座别墅中 这座别墅是八大势力共同买下的 每次先过禁地开启 都需要一个八大势力的首领过来镇场子 这个身份的人 总不能让他们去住那个破旧旅馆吧 天机子带着一众手下进入别墅后 颇为疲倦地坐在了一张沙发上 之前给他开车的司机 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 此时端着一杯茶来到天机子身旁 有些不解地问道 门主 为何您会如此力邀灵凡帮咱们呢 据我所知 向您所答应的 将情报系统借给外人使用 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啊 历史上 虽然天机门帮不少大人物 也调查过一些事情 但这些大人物也会付出相应的报酬 这种只能算是交易 可像天机子所答应 灵凡的这种事 可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是可以使用情报系统啊 天机子喝了一口手中的茶 目光深邃 他微微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算过 这一次 我们天机门是有大危机的 可我也算不清楚 这个危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挂项却显示 灵凡有可能会是帮助我们天机门 跨过危机的关键 天机子微微叹了一口气 问道 我那三个弟子 如今情况怎么样 白衣人名叫爱云龙 是天机子的绝对心腹 而且爱云龙并无修炼天赋 是一个纯粹的普通人 但他在天机门之中 地位可绝对不低 即便是天机门下面的那些长老 也对爱云龙尊敬有加 爱云龙最擅长的 便是全谋之计 也可以算是天机子的军师 不管什么事 他总会先询问爱云龙的意见 门主 他们三人战时还相安无事 也不清楚您即将离世的消息 爱云龙说道 天机子呵呵笑了一下 说 去吧 将我还有半年寿命的事情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三人互相斗吧 谁最后活着来到我面前 谁就是下一任的门主 听着天机子的话 爱云龙心中咯噔一声 他叹了一口气 说道 门主 他们三人的资历 恐怕都在您之上 让他们互相残杀 未免太过可惜 唉 说完 爱云龙不由叹气 他明白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 更何况是三虎 他们三人能够成为天机门门主的候选人 资质 天赋 都是最佳的 其中一个成为了门主 另外两人又岂能服气 到时候再斗 恐怕天机门反而会乱成一团 天机子闭上了双眼 若不熟悉他的人 恐怕以为他睡着了过去 熟悉他的爱云龙 确实知道 天机子这是在思考呢 属下先退下了 爱云龙恭敬地说道 这时 天机子却忽然开口了 云龙 我时日无多 只有半年的寿命 你知道太多秘密了 我死的时候 若是你不能取得 新门主的信任和新妇 你最终难逃一死 爱云龙脸上露出笑容 说道 我清楚 若是你想要后路 我可以给你安排 天机子闭着双眼说道 爱云龙不动神色地说道 门主 我虽是普通人 但您和天机门却对我有大恩 我会尽全力辅佐新门主的 在下生是天机门的人 死是天机门的鬼 爱云龙让天机子看中的 便是他的权谋之计 他又岂能不知道 天机子是在试探自己 若是自己让天机子给自己安排退路的话 恐怕就只能是给天机子陪葬了 嗯 去吧 天机子自始至终没有睁开双眼 是 爱云龙恭敬地退出了房间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回答能否让天机子满意 天机子这家伙 生性多疑 爱云龙脸上流露出了无奈之色 周宗老贼 竟然敢坑害我们贺长老 此时 正义郊的大殿中 里面有不少正义郊的中高层都站在里面 谭林峰跟洪无惧二位长老也在呢 他们二人脸色有些难看 而下面的那些中高层 一些真人近高手 则是大气都不敢喘 张扬家坐在上方 气得浑身颤抖 这边得到贺洪峰死讯后 张扬家便通知了所有的中高层过来开会商讨一番 王八蛋 张扬家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们好心地派贺长老去给全真教争抢仙果 没想到周宗竟然在关键时候 害了他 下方的洪无惧 此时也说道 掌交 我看全真教就是不是抬举 我们之前多番退让 不想和他们开战 让他们认为咱们是怕了他们 照我看 咱们和全真教拼了 洪无惧脾气颇为暴躁 贺洪峰不像周宗那边 各种树敌 贺洪峰在正义教中的身份颇为特殊 谭林峰 洪无惧在成为长老之前 都受到过贺洪峰的提拔 他们关系也是极好 当然 后来在韩凌峰 洪无惧二人成为长老后 因为顾忌张扬家的看法 他们疏远了一些 但贺洪峰对他们的恩情还在呢 韩凌峰深吸了一口气 说 照我看 全真教就是看我们杀了任玉田 所以才故意如此做 想要给咱们难堪 长教 贺大长老的死 咱们不能就这样算了 必须要让全真教给一个交代 对 必须得让全真教给咱们一个交代才行 贺大长老可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死了 下方的诸多正义教中高层也大声地喊了起来 此时 韩凌峰也开口问 长教 您问过冲须子没有 他怎么说 当然问过了 要不然长教也不至于这麻生气 一旁的洪无惧小声地对韩凌峰说道 冲须子知道这个消息后 直接说 任玉田也死在了咱们手中 就当是一命抵一命 大家两清了 一听这话 韩凌峰愣了半嗓 难怪长教能这麻生气 特麻 仗还能这样算的吗 任玉田能和贺洪峰比吗 第1059章田阳事 冲须子说出这种混蛋一样的话 难道是真想跟咱们正一教开战吗 韩凌峰心中忍不住嘀咕起来 贺洪峰是解先进巅峰的强者 在阴阳界的影响力 远不是任玉田能比的 而此时 全真教这边 一间书房内 冲须子和崇广明坐在里面 一开始 大半夜 崇广明突然被人叫醒 说冲须子有钥匙商议 他心中还忍不住嘀咕 难不成是周宗长老跟贺洪峰抢到了仙果 让自己过去商量一下 看是将这颗仙果给谁比较公平合理呢 全真教内七品真人敬的高手也有不少 给谁 这是一个问题 可到了书房中后 崇广明看着坐在对面的冲须子 却有些奇怪 掌教这是咋了 此时 桌上还摆着一瓶香槟呢 抢到仙果 也不至于开瓶香槟庆祝啊 众长老 你可知道 我为何要开香槟庆祝吗 冲须子笑容满面地问 这神神秘秘的 崇广明忍不住开口问 掌门 周宗抢到仙果了 没 失手了 冲须子摇头 崇广明顿时奇怪了起来 说道 那还有什么事值得掌门如此高兴 贺洪风死了 冲须子满脸笑容地说道 什么 崇广明脸上也是喜色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大好事啊 掌教你咋不早点提醒我一生 我也好带香槟过来 全真教跟正义教一直以来 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双方一直为了谁市政派之手 斗了上千年 如今 正义教的大长老死了 能不高兴吗 崇广明急忙问 那个老贼咋死的 难不成是抢仙果的时候 被人给弄死了 被那个龙族的龙一天给杀的 冲须子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 最关键的 还是被周宗长老给赢了一把 随后 冲须子将细节告诉了崇广明 崇广明听得连连点头 冲须子说完事情经过后 不禁感慨 正义教的张扬家 刚才还给我打电话 想找我要个说法呢 我呸 人是龙一天杀的 咱们周大长老只是顺手拍了他一掌 又不是周大长老给贺洪峰一掌拍死的 怪咱们干什么 崇广明也是带着笑容 我看正义教恐怕也是急眼了 反正我给他们说了 这次贺洪峰的死 虽然不是咱们周宗长老杀的 但一命抵一命 任玉田的死 咱们就不继续计较了 崇广明点头 不过心中还是有些担忧 问 可是长教 正义教会愿意就这样算了吗 关我们屁事 人又不是咱们杀的 德哥 不说了 开香槟庆祝 等回头周宗长老到了 咱们可还要给他好好庆贺一番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个弟子急促地敲门声 掌叫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嚷嚷什么呢 崇广明皱眉 打开门 看到一个弟子手中拿着一封密信 出什么事了 崇广明接过密信 目光往上瞥了一天 他回头看向冲须子 快步走到他面前 掌门 正义教那群疯狗 竟然向我们宣战 并且在调兵浅江 说要我们对贺鸿锋的死 给个交代 给交代 冲须子一愣 他冷恒一声 说 这群疯狗 这是看贺鸿锋死了 急眼了罢了 要交代 行啊 老子就给个交代 交代下去 准备大战 人是龙一天杀的 来找咱们要交代 我给的交代就是 他们正义教 来一个 老子杀一个 来两个 我杀一双 是 双方此时 显然也叫真了起来 我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 林凡在深夜之中 开着车 带着金楚楚 正赶往附近的田阳市 他哼着歌 心情颇为不错 这一趟 可谓是不需此行 不只是让关系 原本缓和下来的 全真教跟正一教之间 又闹了起来 三颗鲜果 也全部落入了 自己的手中 心情能不好吗 林凡老大 咱们现在去哪 金楚楚坐在副驾驶座 手中拿着三颗鲜果 正在好奇地打量 他还忍不住在这上面 闻了闻 林凡看着金楚楚的缠样 急忙说 喂 丫头 我说你可别给我吃歌 这三颗鲜果 我都有用的 鲜果这玩意珍贵至极 其中一颗 已经答应了古红薰 还剩下两颗能自己留着 到时候自己能靠着 这两颗鲜果 帮助白静云等人 到时候自己能再多 两个解仙境的帮手 要是让金楚楚忍不住一口给吃了 那才亏大哥 放心 放心啦 金楚楚看着手中的三颗鲜果 不断地吞着唾沫 一脸的馋样 好像想要往这鲜果上 狠狠地啃上两口的样子 林凡急忙伸手 将三颗鲜果给抢了回来 他是真不放心 吃货的世界 他是不懂的 毕竟万一金楚楚一个没忍住 将鲜果给吃了的话 嗯 说实话 林凡认为金楚楚是真能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且 小气鬼 看都不让看 金楚楚撇嘴起来 他心里暗暗想到 等回头找到机会 一定得吃一颗 气死你 林凡当然是不知道金楚楚的心理活动 到了田阳市 先将仙国给古鸿勋 然后我们去神剑山庄 林凡开口说道 嗯 金楚楚此时也点头起来 林凡唯唯吐了一口气 正宜教和全真教即将斗起来 等天机子一死 其大实力窥视天津门的情报系统 阴阳界很快就会迎来大乱 再加上一个模组 只有提升实力才是重中之重 若是能够得到放在神剑山庄的那柄神剑 自己实力便能更上一层楼 想着这些 林凡开着车 带着金楚楚很快便进入了田阳市 田阳市颇大 势地极势 当然 因为在戈壁之中 经济也算不上特别发达 房屋都普遍偏矮 很快 林凡开着车 来到了田阳本地一座五星级酒店门前 他停好车后 林凡和金楚楚便走进了酒店大厅 刚走进去便看到了古鸿勋坐在大厅中的一张沙发上 第1060章步行 古鸿勋在仙果禁地刚开启时 便已经赶到田阳市等待了起来 林凡之前给他打过电话后 古鸿勋便来到大厅中等待了起来 此时古鸿勋穿着一身黑色的晚礼服 脸色冰朗 颇有贵族气质 他看林凡和金楚楚从门外走了进来 慢慢地站了起来 走到二人的面前 他问道东西真的得手了 嗯 林凡微微点头 找个地方再说吧 古鸿勋左右看了一眼 说跟我来吧 说完 古鸿勋带着林凡和金楚楚来到了电梯前 带着他们来到了自己所开好的房间中 古鸿勋开的是一个总统套房 房间内颇为豪华奢侈 古鸿勋随意地坐到了一张沙发上后 目光看向林凡和金楚楚 脸上露出款款笑容 东西给我看看吧 林凡拿出了一颗鲜果 放到了茶几上 鲜果晶莹剔透 拳头大小 看起来如小孩一般 古鸿勋看到鲜果出现在他面前后 心中也是有些激动 他急忙伸手拿起鲜果 不断地打量着 随后才说到 你们就只抢到了一颗 嗯 运气好 拼死拼活才从里面抢到一颗出来 林凡点头 他和金楚楚坐在了古鸿勋面前 古鸿勋好奇地问 听说这一次仙果禁地中出世了 贺鸿锋都被人给杀了 嗯 林凡点头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好像是被一个叫做龙一天的人给杀的 我俩也是出了仙果禁地后才知道的 古鸿勋目光死死地盯着林凡和金楚楚 此时却是笑了起来 我还认为是你做的呢 看样子不是 当然不是 林凡说道 好了 神剑山庄的地址在哪 古鸿勋原本还想和林凡多闲聊几句 可看起来林凡却没有闲聊的心情 古鸿勋稍微一愣 却是无奈地笑了一下 他是真没想到林凡竟然能够真的抢到仙果 并且还带了回来 这的确是让他感到吃惊 并且对林凡也充满了好奇 古鸿勋说道 神剑山庄的地址 你肯定想不到在什么地方 林凡好奇地看着古鸿勋 问在哪里 就在江南省内 庆城市附近的一座荒山之中 古鸿勋说道 不过这座荒山已经被设下了大阵 除非是有口诀的人 否则难以寻到神剑山庄 就在庆城市附近 林凡有些惊讶 他老家可就在庆城市 古鸿勋递了一个文件夹过来 里面有神剑山庄的详细地址 和进入大阵的口诀方法 嗯 林凡点头 他站了起来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不多待一会 古鸿勋嘴角挂着少有的笑容 他说道 更何况 我给你东西 你好像也没给我说谢谢 我俩没什么交情吧 也就没什么好聊的 我们这是交易 算起来还是你赚了 要谢 也是你谢我才对 走 林凡拍了一下金楚楚的后脑勺 发什么呆呢 金楚楚坐下后就开始发呆 被林凡拍了一下 他这才回过神来 哦哦 好 走 说完 他急忙站了起来 和林凡一同离去 古鸿勋坐在房间之中 手中握着鲜果 心中思绪万千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第二天一早 庆城市的早晨 不少小商贩已经起床 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 林凡开着车 进入了庆城市中 看着熟悉的街道 开着车的林凡 心情也颇为复杂 先回家休息 晚上去表姨家吃饭 林凡说道 他去了鲜果禁地出来后 又开了一夜的车回来 也是极为疲倦 他回到自己的家中 打开门后 里面依然是一尘不染 显然 表姨和黄忠实 经常还是会过来打扫卫生 林凡将身上带着的东西 放在客厅 回到自己的房间中 躺下便睡着了过去 静楚楚确实没睡 过了一会 他贼兮兮地到林凡门口 看了一眼 林凡老大 林凡老大 你睡着了吗 静楚楚小声地问道 林凡没有回答 静楚楚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 他急忙坐到沙发上 打开了装着鲜果的袋子 里面两颗鲜果 亮晶晶地放在里面呢 哼 还不许我看 我偏要看 我还要吃 说着 静楚楚看了一眼 林凡房间的方向 气死你 说完 他拿起一颗鲜果 舔了舔嘴唇 作为一个吃货 又怎能不好奇鲜果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他拿着鲜果 正准备慢慢品尝鲜果的味道 在房间中的林凡 也察觉到了不妙 他刚才随手将鲜果丢在客厅 太危险了 他打开门 看着金楚楚正拿着鲜果 丫头 林凡急忙说道 金楚楚看林凡跑出来 将鲜果直接丢进了自己的嘴里 搅了两口 然后便吞了下去 林凡站在门口 目瞪口呆地看着金楚楚 我 我 我 林凡老大 我啥也没干 没吃鲜果 金楚楚指着袋子 刚才有颗鲜果自己跑了 说完后 金楚楚有些心虚地问 你相信吗 你认为我会不会相信啊 林凡有些欲哭无泪 金楚楚这可是一口吃掉了一个解仙境高手的帮手啊 金楚楚看着林凡心疼的样子 尴尬地问 林凡老大 你不会怪我吧 我是真的好奇这回是啥味道 所以才吃的 吃到啥味道了吗 林凡问 金楚楚确实摇头起来 刚才你出来吓到我了 我两口就吞了 还没尝到是啥滋味呢 这恐怕便是传说中的猪八戒吃人参果 不知啥滋味 说完 他的目光又看向了仅剩下的一颗鲜果 林凡急忙走上前 将这颗鲜果给放在自己身上 行了 抢鲜果本来你也有份 吃一颗我不怪你 但剩下的这颗 你可不许打他主意 看看都不行吗 金楚楚眨了眨眼睛问 他也很难受 刚才没尝出个啥滋味 林凡很坚决地说道 绝对不行 黄金凡